說到那年終獎金 現在許許多多的人 都已經拿了年終 有些人開心 有些人難過 看著今年的台灣 有一家公司 他的年終可不得了 這年終拿下來 比這個教授一年的年薪 都還要高 鴻海郭董真的就是霸氣 為什麼 當我的朋友在鴻海上班 他說他們今天年終拿得 非常非常開心 後來看報道之後 他就說他們今天年終 我發現真的是很開心 為什麼 怎麼說 平均一個年終獎金 可以差不多到143到150萬 好多 真的 講這個 我在學校教書 當教授一年的薪水 他的年終把我一年的薪水 全部夠KO掉 真的是不夠 太可怕了 他說郭董這麼厲害 鴻海企業是台灣 第一名的企業 發獎金發得這麼下巴 可是等一下說他郭董 到底台積電是怎麼樣 不是 他的鴻海到底是如何 站上這麼高峰 他是做代工嗎 以前不是都做代工的嗎 做代工 可是他因為求新求變 所以他不斷的帶領 他的企業往前進 所以你意思說 現在在轉變當中了 他說宣布了 我鴻海為他轉型 我要做什麼 我要做AI人工智慧 我要做互聯網 而且我要發展新人員 人家就是郭董 他求新求變 不讓自己一直提在代工的位置 今天還有這麼霸氣的 鴻海王國 可是講到這個AI人工智慧 真的除了郭董要做之外 全世界都在拚 你看最近我們不是平昌冬奧 那個開幕式 你看到那個無人機 好漂亮 1218台的無人機來做的嗎 對 整個無人機開幕式的表演 用了1218台無人機來表演 這個非常漂亮的奧運開幕式 可是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無人機要這樣子飛上天 能夠做出這樣的環狀的形狀 還真是不容易 非常非常困難 可是你要知道立剛 整個表演操作員只有一個人 什麼 一個人 1218台飛機在天上飛 居然只有一個人來負責操作 一個操作員 當然你突然前面經過整個團隊的 精密的計算 用AI人工智慧大數據大電腦 去運行整個3D模擬的畫面 讓這些無人機能夠精準的去表演 是靠整個大的團隊 可是當天表演只要一個人來操作 就知道說這種無人智慧 未來真的出變成世界的趨勢 可是你要知道 你看當全世界都這麼進步的時候 我們反過來看台灣 台灣現在還過年 大家想說過年台灣人是要好 過年好過年 可是真的好過年嗎 今年好像不怎麼好過 真的 不是 我前幾天看到這新聞氣爆了 為什麼 想不到我說我過年想要去 鹽水放個風泡 買個烤魷魚串 我都嚇驚呆了 為什麼 我年終獎勁可能不敢吃魷魚 居然台南鹽水的魷魚 被查出來說一條魷魚 要拌到200塊 一條烤魷魚要200 200真的在台北 200 對 在台北吃個便當 也差不多100塊而已 這樣一條魷魚要200 這樣一條要200 這麼貴 非常非常貴 各位 過年的時候 大家這種民生物是 魷魚絲 魷魚乾這些 可是衛免炒得太高了吧 對 太貴了吧 不只這個 所以連雞肉也長 豬肉也長 過年吃個魷魚乾魷魚絲 也長 長得太誇張了 就足技術 他們居然公布數字 我覺得快跌倒 為什麼 足技術公布什麼數字 說今年的雞大概長 比去年大概長5% 今年雞長那麼多 原因是什麼 又有雞溫嗎 沒有 沒有雞溫 沒有雞大量死亡 為什麼雞長這麼多 因為天氣冷 然後雞減產 因為冬天過年大家進補 要補燉湯 所以雞的需求量大 然後豬也長 豬也說是因為什麼 產量在減少 然後由於說野長 漲的關係是什麼 更誇張 什麼關係 因為全球暖化補貨量變少 這真的很莫名奇怪 難道前兩年 全球暖化已經近十年的事情了 為什麼今年突然之間 會變成這樣全球暖化 是一個漲價的理由 我真的聽不懂主義在講什麼 為什麼 第一個 每年冬天都滿冷 每年過年都要燉湯 暖化這麼多一段暖化 每年都有要拜拜 對 為什麼今天你執政黨 沒辦法把這物價平穩 住在過年物價一直漲 漲到是由於一隻兩百塊 太誇張 而且最近整個年輕人 他們也覺得說 在台灣沒有未來收入不夠 居然最愛小英政府的 這一批年輕人 號稱投票投最多的 超過一半想去大陸發展 為什麼 他們要去大陸發展 因為經過統計是18歲到29歲 這些年輕人居然53% 比去年多13% 這個最新的資料 最新的調查結果超過半數 對 他們說他們願意 要動過道去發展 可是綠色執政已經650天了 650天的執政 對 號稱就最愛台灣 這些年輕人非常挺小英 他們未來的這些三次小數 居然通通想要跑去大陸 為什麼 因為台灣就在你這樣子 搞法下去之後 年輕人沒有未來 當然只想出走了 我們看到現在的台灣 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什麼東西都在漲 但是我們的薪水 唯一就是不漲的 那就是薪水了 看來政府執政的無能 從這些方面 其實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可是我們說 現在的俄羅斯可不一樣 看著我們台灣 寒流才剛剛過去 可是俄羅斯那個地方 居然整個莫斯科 被雪給蓋掉了 那個雪下得有多大 是 立剛 莫斯科下雪 本來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 那正常是 可是問題是你看這輛火車 他進來 看到沒有 整個雪是 這個雪會不會下得太誇張 雪崩了 整個車被蓋住了 怎麼會這樣子 會不會太誇張 這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其實有人說 這是這台列車 剛進來的時候 好像那個雪被震動到 所以整個全部掉下來 可是你也看到 那屋頂上面 是 你就知道 那個積雪有多少 那還好當時因為 那個人沒有被打到 不然的話 那麼大的雪打下來 直接打在人頭上 其實也是會受傷的 這非常非常危險的一個狀況 那莫斯科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個雪怎麼會這麼大 其實很奇怪 立剛 我跟你講 在2017年 就去年剛入冬的時候 當時還說 今年冬天怎麼那麼暖 就一直在下雨 然後也沒下雪 那個時候的莫斯科不冷 是 一點都不冷 他們說這是138年來 最溫暖的冬天 當時他們還覺得滿高興的 那是冬天要到達之前 才說這樣的話 結果到了今年2018年一來 馬上不一樣了 那我這一次真的 你看那個河道上面 怎麼都變冰封了 上天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聽到莫斯科人說 太暖和了 結果就馬上讓你冷冷看 你看那個空拍畫面 那個河流子深 中間這一條可以走了 那已經變成像破冰船一樣 你只有這樣才能夠過去 那實際上俄羅斯2月 突然這邊暴冷 尤其是2月3號這一天 他一天之內下雪 大概是他們平常半個月的量 他一天就把它下完了 到2月4號 整個積雪積到43公分 你知道這是從1957年來 莫斯科積雪的最高紀錄 可是怪了 不是明明說是個暖冬 怎麼突然之間這樣子 一下子就變暴雪了 所以莫斯科人 自己也覺得莫名其妙 本來還期待說 今年好不容易有個暖冬 就突然之間冷了個半死 然後整個交通一下大亂 而且警示燈號 從黃色急升到變成橙色 也就是說溫度過低了 是 橙色其實對他們來講 就是一個危險景區 因為會造成實質的傷害 實際上他們的航班200多個 因為這樣延遲大亂 偷受影響 對 然後他們要動員 上萬的各種機具 去除雪 除霜 不然的話道路根本沒有辦法行駛 你知道他們光這樣子動員了 好幾萬人 大概3萬多人去動員 動員這麼多人 是因為那個雪塞下得太大 他們甚至因為這樣子 直接政府宣布放假 莫斯科都已經下雪下到 宣布放假 以前冰天雪地是習以為常 沒想到居然要放假了 所以這真的情況 其實對莫斯科人來講 也非常惡劣 他想說這麼極端的氣候 會不會發生一些災難 其實好像真的出現 什麼樣子 最近就有一架飛機 他從莫斯科的機場 他本來要到Oscar這個地方去 結果在起飛之後 不到兩分鐘 就從雷達上消失了 然後接下來就有人發現 他直接墜機 就直接炸在地上 機上71人全部沒有生還 你有沒有看到那遠端 還有火正在燃燒當中 整個火箱直接炸開冒出來 這個飛機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可能是發動機的防兵系統 不知道是產生了什麼樣的 故障還是什麼樣的原因 結果讓發動機 那個兵塊跑到發動機內部去 結果造成發動機 可能直接撕火爆炸 然後到最後 飛機就直接降落下來 所以當時在飛機起飛的時候 狀況並不 天候條件並不好 其實當時是有風雪這個現象 可是風雪對俄羅斯 根本是習以為常的東西 這是他們平常生活的一部分 是 他們的飛機照理來講 也都有做這種除兵的設計 也有這種防兵的這種功能 因為你沒有這種功能的話 莫斯科你根本不要想要飛飛機 飛機幹嘛不能起飛的 對 因為他們所有的飛機 都有這種功能 實際上也不只是俄羅斯 全世界各地 只要比較先進的國家 他們都有這種 所謂的氣象實驗室 比如說美國的麥金蘭實驗室 它裡頭各種天候的測試 比如說每小時 我讓你這樣38公分以上的這個 也就是380公里以上的雨量 然後看你會呈現怎麼樣帶路 下大到看你飛機會怎麼樣 對 然後要不然就是極高溫 比如說我 剛剛的零下40度有沒有看到 對 這零下40度 然後他可能把你轉變成 變成設施40度 這麼大的巨無霸科機居然 也就要放在裡面做實驗了 他就用這種方式看看飛機 在這種比較極端的氣候下 到底會出現什麼樣的狀況 研究人員 連他們的眼睫毛都結霜 因為我們都知道其實飛機 就算在良好的天候的時候 因為它飛行的高度非常高 其實它飛行的高度 也是非常寒冷的 常會低到零下20度 甚至以下 甚至零下58度到60度 對 都有可能 所以飛機再來講 它應該不會怕這些東西才對 你看連最先進的戰機 也在裡面做實驗了 立剛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剛剛一開始就說 這架飛機請飛不到2分鐘就墜落 等於才剛拉起來就墜落 對 所以它又是民航機 它不是戰鬥機 所以它也飛不了多高 所以再來講不應該很冷才對 那怎麼會突然之間 它的防兵系統會整個崩潰掉 然後這造成了飛機的損壞 現在有人就想說 恐怕是出現了一個 沒有人能夠預想到 也就是在它飛的高度的時候 突然之間來了一個 不知道不明原因的原因 讓它整個飛機解凍 整個飛機直接凍成冰塊 然後就往下掉 你難不成說像電影明天過後 那個直升機在那當中 突然之間瞬間解凍而墜落的狀況嗎 對 可能是不是當時在莫斯科上空 突然之間出現一道莫名其妙的冷空氣 然後直接讓整個飛機解凍 讓它引擎完全失效 最後整台飛機直接這樣墜落下來 立剛如果這真的出現 真的是因為這樣原因的話 那可真是件恐怖的事情 那非常恐怖 因為既然可能會發生在莫斯科 那就可能發生在世界上其他地方 對 任何人類的飛行器 只要遇到這樣的狀況 恐怕沒有任何方式可以抵擋 你就只能墜落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判斷錯誤 因為如果是真的話 那就未免太恐怖了 我們看著高空當中 看到飛機突然之間的墜落 是否代表著整個氣流的不穩定 而且有一個溫度在急速下降的 一個冷窩在那個地方 可是天候條件的突然之間的變化 讓人可能沒有辦法適應 但海洋底下 照理說是一個非常穩定的地方 可是現在人類卻發現 海底下不尋常 因為海底下有一隻生物 它居然用腳在海底下走路 一走 走了4億年 它這麼一走路 可是推翻了達爾文的進化論 立高我們會覺得動物的腳 是用來幹嘛的 行走的 用來走不然就用來跑的 對不對 那在水裡應該是油才對 那當然就是尾巴有齊用油 對 沒有錯 就沒想到科學家竟然發現 在海底走路的雨 而且它還持續走路4億年 4億年 對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很乖 後面上我們看見 你看它身體的末端 接近尾巴的地方 你看有沒有發現 腳在走 走起路來挺悠閒的有沒有發現 很悠哉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很好奇 奇怪 你如果沒有上陸地的話 那你怎麼會有走路的需求 他在海底下走了4億年 他居然比那恐龍還要更早 時期就在海底下 沒想到是神敗 這麼前輩是不是 在海裡面 然後大家就會很好奇 當然有一些人 特別是有一些媒體 如果他特別喜歡偏宗教 不喜歡進化論的說法 他就會說你看 達爾文的進化論出現瑕疵 不過其實簡單來講 進化論不是不相信的人 想得那麼單純 當然我們也可以說 他其實在海底也是一種移動的方法 我有時候是比較底漆的 像是比木魚 我不用游的 我也是走的 我各種方法都是可以移動 反正重點就是在於 這是一種很有趣的移動方式 至少我們也不了解 至少我們現在發現 對 你有沒有發現 你看一前以後 動起來畫面還滿快樂 大家看不看得出來 這看起來是個ray 就是一種刺轟或搖魚 這種類型 沒想到他可以一邊游 那個小小的腳在底下 幫忙撥一下 還有很有趣的前進的效果 不過其實我們講到 很多動物我們都不了解 有一些動物我們應該滿了解的 才對 例如說斑馬好了 斑馬身上的條紋 一條一條的 大家看起來 是斑馬 識別度非常高 然後大家就會很好奇 斑馬長這種條紋 不是看起來很明顯嗎 對不對 黑白黑白的就像斑馬線一樣 不是看起來 所以老遠就看到他是斑馬 因為在草原當中 沒有這樣的圖 沒有錯 但是有人就說 有一些事情我們不了解 有一些斑馬他是怕被吃 所以要一條一條的 但是有另外一種動物身上 看起來一條一條的 竟然是老虎 有沒有發現 黑的 橘的 不是也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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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嗎 是 沒錯 對 所以大家就會說 沒想到這個一條一條的 可以混在這個草地或環境當中 讓它的身形 跟環境融成一起 但是大家知道嗎 我們都是用人的眼睛 來判斷對不對 現在科學家就很有趣 人類的視角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沒有錯 你看到沒有 把它放大一下 這是人類的視角 你看 人看到有視角 但是科學家現在想說 那我呢 如果他在非洲草原上要躲獅子 要躲獵狗 我是不是應該從他們的角度 來看一下世界 結果沒想到 你看 獅子的視角會是什麼樣子 你有沒有注意到 好明顯 你還是看得到那有一隻馬 獅子的視角還是很清楚 對 所以大家才會說 你看我們用這海音 那你講獵狗的鹿角 還是滿明顯的 對不對 所以現在問你就來 什麼偽裝 所以現在科學家才會開始研究說 有沒有可能它的黑白條文 另外有它的功能 你看你知道嗎 但是科學家真的發現了 它的黑白條文 竟然有另外的功能 這個東西跟進化有關嗎 對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的是 可是問題是 還有什麼樣的功能 是 你可以看到 當然我們剛剛看完 這個我們也把它看完 你有沒有發現 原來是只有斑馬自己 看自己最不清楚 有沒有發現 很有趣 對 別人看他都很清楚 他們自己看自己不清楚 我看我自己同類還不清楚 當然這樣也好 怎麼會這樣子 不過其實我們講 環境一直在變 生物其實也就會跟著變 大家知道我們最近很常講 環境在變 對演化也有改變 最常講最近環境在變是什麼 全球暖化 極端氣候對不對 對 沒想到科學家研究出來 一個很複雜的結果 來 我慢慢講給大家聽 全球暖化會導致雲層當中的 一些電荷量的聚集 不像以前那麼好 簡單來說就是什麼 大家畫面上現在看到 這個閃電打雷會變少 全球暖化會讓閃電打雷變少 閃電打雷會變少 還沒講完 被累積的機率下降 沒有錯 被累積的機率下降 所以一般的狀況之下 天然的野火發生率會下降 那這樣子不是好事嗎 對我們來說是好事 你看加州的森林火災 多麼的恐怖 多麼的誇張 除了人為之外 就是森林刺發性的燃燒 有時候就跟打雷閃電有關係 可是大家知道嗎 就自然的狀況來講 我們先不管人 就自然的狀況來講 其實有時候森林刺發性的火災 能夠加速它物種的更新 所以話說回來 來 我再唸一次給大家聽 全球暖化了 打雷變少了 野火變少了 更新的機率降低了 演化的速度好像會變慢 沒想到竟然有這麼複雜的關聯 就那個卷球暖化而已 所以演化速度會快下去 怎麼反而變慢了 對 好 但是我們這樣子講的話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們跟我們的最親近的朋友 就是黑猩猩 大猩猩 大概在800萬年前分開的 對不對 對 各位加一隻很好奇 為什麼800萬年前 我們沒事要岔開 走上我們自己演化的路 結果竟然想到是800萬年前 跟遙遠星系當中的 超新星爆炸竟然有關係 800萬年前居然跟超新星有關 這麼遙遠的時間 跟這麼遙遠的距離 就原來是 對 原來是800萬年前 遠發超新星爆炸 一爆炸之後 就是巨大的帶電粒子 往各地方擴散 沒想到也直撲地球而來 這麼來不得了 直撲地球而來之後 就擾動了我們大氣裡面的 一些運作 結果簡單來講 就是引發了這個 Tunderstorm 就是這個雷電風暴 雷電風暴下來之後 地球就野火四己 野火四己就把森林給燒了 平常的話 我們的老祖宗像星星一樣 可以躲在樹上可以看很遠 還可以晨涼對不對 現在樹燒掉了怎麼辦 沒地方躲 有一些就想要站起來 我站起來是不是可以看得比較遠 你意思說站高看遠 站起來之後 慢慢的篩選出來 會站的 會看遠的 先躲避敵海的 手控出來開始做工具 慢慢就變成人了 這樣子就可以變人 這太誇張了 結果沒想到 遠方的超新星爆炸 竟然跟人類的起源有關係 所以其實說來說去 演化真的好複雜 不過大家不要以為故事講完了 演化的故事 還繼續在寫當中 你看著那演化 到了現在21世紀 仍然是在進行當中 但是演化的快與慢 對於未來的生物鏈當中 可能會產生一些變化 但是我們說到 某些地形跟地貌之間 對於人來說 可是一個殺人的境地 在德國有一個地方 那個山上高度 只有1171公尺 可是那個地方裡面的洞穴 可是會殺人的 用什麼殺 用那白色和恐怖的東西 殺人 在德國巴伐利亞有一個小山洞 這個山洞當地叫做殺人洞 可是又有一個漂亮的 叫水晶洞 為什麼殺人洞 因為這個山洞 如果你在這個時候 季節誤闖的話完蛋了 你保證必死無疑 進去 出不來 進去之後出不來 為什麼裡面太冷了 會把你凍江凍壁 所以在那邊 冬天是完全禁止進入了 這個地方 所以你意思說人進到裡面去 上面的冰柱可能就會掉下來 會活活把你給砸死 對 不只冰柱把你砸死 或者你會在那邊 因為太低溫 結果在那邊會凍壁 這個地方在哪裡 這個地方在德國 它不高 它的海拔1711米 可是你要知道 海拔1711米 就像陽明山也差不多1000多 對不對 齊心山1120公尺 對 所以可是這地方 居然它會產生出一個 讓你覺得很奇怪的冰洞 是它的冰長年不晃 可是你不覺得很奇怪 在德國這個地方照理說 這樣的山脈的高度 不應該有這麼多的冰才對 而且夏天 夏天的冰還在 夏天冰不化 冬天冰更多 這個冷空氣從哪來的 而且這個地方 我知道 這上面有核經過 有水灌進去 所以它因為天氣冷會結冰 可是地方不對 其實冬天結冰大家有話講 夏天怎麼會結冰 夏天不可能結冰 而且這個地方 它沒有河流經過 你去看那山洞上面的全部 沒有什麼河流經過的地方 它就是一個山洞 而且它的附近的山洞 也沒有這種 也沒有這種情況 所以他就覺得非常非常奇怪 這個地方 冬天是不准進入的 夏天開放遊客進去 遊客進去人多 是不是遊客體溫什麼都會 你說溫度變高了嗎 溫度變高 他是不是說 那冰子會慢慢消退 不對 它會長新冰出來 還會長新的 對 舊的冰沒有退 新的冰還長出來 但是覺得非常非常神奇 所以他們說這個地方 他們當地叫水晶宮 是冬天的時候 是完全進入的 但是這樣子的地方 全世界那邊有 別的地方有嗎 有 在山西盧牙山 這個也有一個萬年冰洞 它這個冰洞的規模 比剛剛這個德國還要大 它整個的規模就是 進去之後發現那個冰 而且是有歷史的 300萬年 這麼久 還可以看到永洞城 300萬年 還要永洞城 永洞城表示什麼 這個地方它的洞土城 表示這個地方已經經過了 算是百萬年的累積 這個地方海拔是不是很高 也沒有 海拔2300米 2300米 可是照理說 山西的緯度並沒有非常高 對 山西緯度不高 而且海拔也不高 這個地方 怎麼會發生這種情況 而且這個地方 它裡面一樣 就是跟剛剛那德國冰洞一樣 有冰柱 有冰掛 還有就冰葡萄 就是結冰一球一球這樣子 那這裡面的冰不會融化嗎 這冰也是萬年不化 它完全不會融化 300萬年來 它的冰都沒有化之外 更讓你覺得非常神奇的是 當夏天的時候 夏天山西那個熱的 真的跟火爐一樣 山西外面溫度都可以到33度 對 可是當外面 山洞外的這個山谷 綠草如荫的時候 裡面的溫度居然是負四度 裡面居然那麼冷 對 負四度 當冬天的時候 反而很奇怪 外面非常非常冷的時候 裡面溫度比外面還要高 他覺得說怎麼會這樣 這個地方到底發生 什麼事情 而且他這個冰也是 舊的冰沒有化掉就算了 而且新的冰會不斷的長出來 人家說那是不是 附近有什麼河流經過 他們東茶西茶 只有一個分合跟他有關係 可是好像又沒有直接證明說 因為有河流經過關係再來 他這個地方為什麼 夏天的時候 他還是能夠保持負四度 還可以不斷再長新的冰 大家想說那會不會是 跟他這個地形有關 因為他的口比較小 他肚子比較大 是個冰窖的效應 大家就知道說冰窖 可是照理說冰窖 你能夠保冰 不能置冰 另外 山西這麼多煤礦坑 也都是口小小的 度大大的 為什麼這些煤礦坑 不會造成這樣的情況 附近這麼多煤礦坑 尤其是附近的煤礦坑 附近的煤區 還有在跟 就是他附近幾百公尺而已 還有一個地方 他因為煤炭自然的關係 那邊中年不斷在燃燒 溫度高達300度 如果溫度到300度這麼高 那個地方應該照理說 如果有冰的話 就會整個都融化掉才對 對 所以這個地方 然後他地底下 這些地方是不相通的 這些地方 對 不相通 附近明明就有這麼多煤礦坑 也沒有這樣的情況 這個大的萬年冰洞 他的就是整個地形 又跟很多礦坑也是一樣的 所以東茶西茶 沒有人找得到 到底什麼原因 這個地方 留下非常多的謎傳 可是這個地方也變成了 當地非常知名的一個萬年冰洞 在這地表底下 有許多的事情 讓人無法理解 但是說到那上天天空當中 有什麼事情 讓人無法理解 想想看 有些人他能夠通天 他能夠知天命 而這些人 難不成是上天清點的 是 附近 這個通靈少女 現在紅遍亞洲 那裡頭就講一個 16歲的少女 別人這個年紀應該都到處去玩 幹嘛了 可是他是幹嘛 他在幫人家算命 然後在幫人家解說 這些靈界的事情 其實他是台灣的一個奇人之一 但台灣的奇人 不只索菲亞老師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奇人 誰 叫吳晴月老師 吳晴月老師 他這個來歷更詭異 他叫生死部的傳人 我問你 這張照片怎麼看起來 這麼的奇怪 因為這就是當時 在選生死部的傳人的時候 拍下來一張照片 你知道 其實這個生死部 是什麼東西 大家如果有聽過的話 他是閻羅王 理論上來講 應該屬於閻羅王的一本書 當然 對 上面在記載 你一個人的禍福 災惡 你一生能夠賺多少錢 然後你會遇上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你什麼時候 跟閻羅王報道 都在生死部裡 全部都寫在裡頭 那你如果說 你擁有這個生死部的話 比如說我一生 可能我動產已經賺夠了 那我現在接下來我財產 就要把它轉成不動產 那我做什麼事情 已經到了我這個福分 該有的東西了 我就不要再去追求這頓 應該去追求另外的東西 那如果註定身體不好的話 我就要趕快去養生 有這本書不就萬事通嗎 可是這東西 不是閻羅王的手裡面 是 我們怎麼可能拿得到這書 但是問題是 它真的傳到人間來了 什麼 那個書 生死部居然在人間 我跟你講 這本生死部的傳人 就是我剛剛講的 吳青月老師 現在就在我們台灣的桃園這邊 你知道 那他這本書 其實相傳是900多年前 是一個佛教禪宗這邊的法師 他們傳下來了 傳下來之後 後來就輾轉傳到日本去了 傳到日本 傳到日本去了 也翻譯成日文 結果一些因緣的際會 他在很多年之後 又傳回台灣來 他是朝動中的一位選寧和尚 又傳回台灣來 然後就 因為選寧和尚來到台灣 所以就在東北院寺這個地方 然後後來他又再把他 又選了一個傳人 叫普姓和尚 然後就把他傳給普姓和尚 然後普姓和尚 然後後來就又 因為他覺得他自己年紀到 也該要選傳人 他就選了當時 八歲的兩個小女孩 就希望他們也來選 所以再來傳人 居然是兩個小女孩 他當時就選了這兩個小女孩 所以你意思說 就是這畫面當中 這兩位小女孩了嗎 當然後來 吳老師卻評中選 因為他兩個小女孩 再比一下資質這些比較適合 最後選擇了吳青月老師 然後他從八歲開始 你要知道 那個生死部上面前十九部 他總共20本 前十九部是一個天詞你知道 向良天詞 就是一大堆的數字這些東西 你要不斷的去背誦它 你難怪說那生死部 我要把它整本背下來嗎 你當然要背下來 那麼多的東西 十九本 你光要背那些數字 你不知道要背多久 而且你說的都是數字 然後到最後一本 第二十本總論這個地方 就開始裡頭是一些籤詩 或是一些圖畫 教你怎麼去解這些向浪天使 也就是最後一本是教你 怎麼去解這些密碼出來的 你知道那個 那等於前面十九本 我得要融會關頭 我才能從最後一本來解前面 那你知道這吳青月老師 背這些背了多久 你知道嗎 背多久 他從八歲開始學這個東西 一直背到四十五歲 背這麼久 他當時已經都在花蓮的 學校上班當老師 然後一路這樣過來 一直等到普信法師 他七十歲的時候 他才決定正式把這個東西 把總論這個地方交給他 然後教他怎麼樣 去幫人家解命 所以這個中間經過的過程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那後來去幫人家解命之後 你知道馬上聲明大照 因為為什麼 你說能擁有生死簿 還有這些東西 你知道日本那邊第一個 派人希望回來求 日文的原版到底在哪裡 求日文原版 日文原版已經因為東北約 是後來發生地震火災燒掉 日文原版已經消失了 那只剩下中文的版本 然後再來NHK派來訪問 等於我們這一本 等於是唯一的一本 這事實上僅存了這一本 然後你知道NHK來訪問的時候 說吳老師是台灣十大奇人之一 然後各地的人都來問他 因為大家都想知道 我這一生到底會遇到什麼事情 結果後來他不慎其擾 因為覺得你這樣根本打擾 我自己的修行 而且實在太忙太累 後來他乾脆就把這個生死簿 鎖在白遠鄉裡頭 我不幫人家算了可以吧 我不幫人家開了可以吧 然後就把自己放鬆掉 就做一個普通的人 結果有一天他去登山的時候 登到一個石雲禪室 結果那個禪室居然是選靈和尚 在台灣當時見了一個禪室 然後他去那邊的時候就想起來 其實他當初答應普信大師的 所以他還是有這個責任在 所以他就在石雲禪室這個地方 又留住下來去幫人家解命 結果一解命之後 這一些人世間的利益紛爭 又重新出現了 所以他真的覺得很煩躁 所以後來他就跑到桃園這個地方 現在就非常低調的 就是偶爾幫人家算算東西 盡量不要讓自己出名 那希望的就是 不要再打擾他的生活 讓他能夠好好進修 那將來有一天 他也可以把生死部再傳下去 那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一般人會認為 你掌握生死部 掌握人類所有的天機 那你應該榮華富貴什麼都有 可是不是 吳老師說 其實你有這個生死部之後 他的生活反而變得非常孤獨 完全沒有朋友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很簡單 因為所有人接近你的目的 都是想說我會活多久 我能夠賺多少錢 對 原來都是由目的而來的 對 你知道 你反而交不到朋友 然後你知道嗎 他從小就要背這個項良天詞 這些那19本 都是數字的東西 結果造成他的腦袋 已經堆積太多東西 他數學沒有辦法背進去 真正的數學 反而背不起來了 結果他數學一考 考3分 這麼低啊 對啊 然後考3分 那你還跟我說 他全部背的19本 都是數字 因為他把他所有腦筋 都運用在這裡 結果他考了3分之後 沒辦法 然後結果下次老師 就嚴厲督導他 然後他就只好用死背 因為他完全不會 完全沒有辦法去思考 結果第二次考幾分你知道嗎 考7分 有進步 有進步 很低 老師說你一下進步一倍多 你是不是作弊 這樣子說他是作弊 然後他哥哥還罵他說 作弊 作弊你好歹也做個60分 怎麼做個7分 你到底怎麼做人 當然這是個 中間一個有趣的故事 那實際上他本身在 幫人家看命的這一段時間 也碰到一些很特別的例子 比如說他遇到 你知道有一個國家級的領導人 他一看到他就幫他算出來 他的壽命大概是有多少 他一開始講的時候 大家都不敢相信 結果後來那個領導人 真的就在那一天過世 就在那個歲數過世 完全是被我老師算對 是 完全被他命中 然後有一個小姐 他一看他 奇怪 這個小姐就帶兩箱衣服 來到這個世界 其他什麼都沒帶 你知道兩箱衣服 是一個人能夠帶到這個世上 最多的東西 然後結果他就問那個小姐 那個小姐說 對…我這輩子要有錢 我就拿去買衣服 其他我什麼都不要 這個很奇怪 就剛好被他命中了 然後還有一個人 台大醫師的太太 醫師娘應該很有錢 可是一算就是乞丐命 醫師娘怎麼可能是乞丐命 這莫名其妙 醫師娘可是榮華富貴好不好 是 所以他就怎麼算都不對 為什麼會這樣 結果一算為什麼你知道 為什麼 他是很有錢沒有錯 但是他連舊報紙都捨不得扔 就是守財奴 你有再多錢 你還不是跟乞丐一樣 有什麼差別 你說得好像也都一樣 然後還有一個媽媽 他有兩個小孩子 就讓他去找這個他算 結果一算之後有一個孩子 怎麼算都算不出來 他在陽間的運勢 這些壽命到底是什麼 結果後來一問 那個媽媽開始哭 為什麼 他說因為其實他還有一個兒子 20年前就失蹤了 一直找不到他的下落 結果吳老師就跟他講 其實你大概也不用再尋找 因為他應該早就不在世間了 我們看到吳老師 他擁有那生死部 擁有那生死部 你就擁有那天機 擁有那天機 你連一個人的壽命的時間 長與短都能夠知道 但是說有時候天機 真是不可洩漏 但是許多人找了 吳老師主要就是要來解命的 看看自己什麼時候 會出現一些為難 但為難出現 如果吳老師這麼一提點 提點一下 審說事情就會化解掉了 生死部上的這個出生的結束 還有包括這個年分 其實寫得清清楚楚 比如說吳老師他有講到 曾經有一個人 當時他有碰到了這個水餓 而且就在他去吳老師 找吳老師的那一年 他去找吳老師那一年 他問了吳老師一些狀況 結果吳老師就跟他講說 你那一年 會有這樣的一個水餓的情況 最好不要去碰了 跟水有關的活動或事情 他其實很喜歡 從事一些水上活動 包括潛水 你知道嗎 他是那一年9月去找吳老師 他一到了那個現場 其實他沒有講 自己的事情講太多 他只開口問吳老師 他可不可以出國去玩潛水之類 吳老師翻一翻生死部 就告訴他 結果馬上就跟他講說 那一年會有水餓 他嚇了一跳 面色發白大吃一驚 因為那一年的7月 他差一點在墾丁潛水的時候 丟掉一條小命 還真的差一點出事 他還沒有跟吳老師講 吳老師翻生死部就告訴他 他說好在他在潛水 是在墾丁國內的地方 所以那時候被救回來 被急救 送到醫院 都是在我們自己台灣國內 語言上不會有這個不通的問題 如果是在國外 他常常每年都會到國外 去潛水 去玩 如果是在國外 碰到語言不通 他可能早就掛了 對 所以他嚇了一跳 也當下特別佩服吳老師 也聽他的這個話 但是你知道嗎 因為講到這個生死部 他通常會告訴你 我剛剛講的是結束跟年份 然後還有像剛剛韓濱所提到的 有可能會告訴你 哪一年這個受終 但是不會告訴你 你的這個壽命到哪一年 哪一月哪一日 那麼細 很多人都喜歡問這個問題 生死部上面寫出來 都是生老病死結 然後所以其實就有一個人不替 就是不相信 替替 就是不肯覺得說 已經去找了吳老師問 他也是不相信 因為當時有一個人就跑去問吳老師 因為他喜歡釣魚 然後吳老師翻一翻生死部 發現他的夜報紀錄上 也是跟他講 你最好哪一年不要去碰這個 釣魚這個事情會有水餓 要避掉 好 他就避掉 他也還算乖 他避了 那我就不釣魚 我就避開了 可是後來同時間那一年 沒多久又有一個釣魚比賽 他想說我不要自己下去釣魚 我也不參加比賽 我去看一看這樣 沒有我的事了吧 手癢看看人家釣魚也好 他想看 我看又不是我去釣魚 可是同樣是在那裡 而且有那麼多的人在 那應該沒事吧 結果他就真的去了 但是其實老師還是請教他 連接近都不要接近 他去了 結果去了 人很多 現場真的還滿多人 人擠人他就一直擠 擠到最前面 噗通 釣到水裡面了 等一下 釣魚的人沒事 他沒看人家釣魚 釣到水裡面去了 而且這下子 雖然救回了小命 但是你知道嗎 牙齒斷了四根 肋骨斷了兩根 怎麼會那麼嚴重 嚇得他 想說這怎麼回事 真的釣魚沒事 看人家釣魚的就出事 告訴你有水餓 你不聽就是太TK了 好 看得出來有夜報 老實說也有散報 有些人在生死部上 就記錄得很清楚 有一個大公廟的董事長 那個仲介就說 董事長你已經60幾歲了 在文媒國久了 然後那個政府徵收的 可能這個路 道路一定你隨時會徵收 你乾脆200萬元賣一賣就好了 好 本來這個公廟的董事長 還算滿心動的 因為這個被設為道路盡地的 這個地也持有滿久的 可是他想一想不對 找了吳老師 吳老師翻了一下生死部 告訴他 你68歲那一年 有這個福德財 有散報 68歲那一年 就是仲介去找他的 那一名的那個歲數 他心裡想說 會不會跟這個有關 所以他就當下 在簽約前三個小時 跟仲介說 我不賣了 我也不簽約了 結果一下子剎車之後 你知道嗎 後來才知道 原來那一塊地 早就被政府機關 取消那個畫設道路預定地了 也就是他被仲介給騙了 所以也就是說他如果賣 一年前就被取消了 他如果賣掉的話 仲介反來就賺了 對 仲介就賺 他就賠了 就虧了 可以賣更多 果然沒有多久之後 他那一塊本來可以 仲介要出價200萬地 他後來賣掉 你知道賣多少嗎 賣1000多萬元 變更那麼多 所以是不是被講中了 像福德財一樣 但是其實吳老師在跟人家 講的事情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就是因果循環 他覺得是個人的修為 跟你的健康 還有包括你的因果關係 散報夜報都有關係 你多做好事 當然會得到的福報 所以吳老師還提到 有一對夫妻 他們是開一個餐廳 每次打烊之後 就會有一些十幾個好 三五好朋友 就會來找他們夫妻倆 然後就在那邊喝酒 尤其是找他老公 太太很擔心 有一次就跟吳老師 聊到這件事情 然後結果吳老師就翻了一下 生死部 發現他的生資篇 病資篇 都沒有帶有這個酒的命 然後病資篇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因果夜報 後來發現他的死資篇 翻了一下 他就跟他太太講說 你載你老公來 我一定要跟當事人講 後來他帶了老公去之後 他就跟他先生說 你這個狀況 53歲你會中風攤在床 家人長期要照顧你 七年後會受終正期 嚇得這個老公也是一樣 面如紫色一樣 不知道怎麼辦 回去之後 他就說好 拍胸部 我立刻戒酒 也不再跟我那個湖盆狗友這樣子 打烊之後就在餐廳吃飯喝酒 刷拖 結果半年多之後你知道嗎 太太打電話來感謝吳老師 因為他們決定把這個餐廳 結束營業 然後就搬回老家 好好的去養生 你知道嗎 後來他活到了58歲 也都現在還在 他也沒有那個癱瘓 也沒有這個 也沒有中風 避開那個結束了 但是還是有一個 另外一個 也是一樣很TK的人 他跑去找吳老師 也是愛喝酒 結果那時候 吳老師翻了一下 生死部的史字篇 他發現他命中帶兩坦酒 但是不適合喝酒 不是喝酒的命 他就告訴他說 命中帶兩坦酒 卻不適合喝酒是什麼意思 對 然後也告訴他說 你可能在 因為當時他這個是45歲 他是跟他講說 52歲你有可能會變成 當時死於有關於這個 應該是 心血管是不是 不是死於血管 應該是發病 中風 血管方面的這個疾病 說到了紫禁城 紫禁城的地方 有許許多多的神秘事件 但最近出現了一個怪異的事情 當地人不禁感到驚恐 最近去紫禁城看奇怪 怎麼到了晚上 讓你覺得特別的淒涼 也特別的陰聲恐怖 到哪邊都黑了 聲音讓你覺得非常非常可怕 怎麼會有這種叫聲出現 因為紫禁城每次到了冬天的時候 尤其是夜晚 非常多的烏鴉 幾乎就把整個紫禁城 全部佔領了 烏鴉到了紫禁城 對 不肯飛過 不肯飛走 他覺得說怎麼 讓你看得到白天 這麼歡欣鼓舞的紫禁城故宮 怎麼到晚上這麼陰聲恐怖 難道是因為以前 紫禁城真的打過仗 死過太多人 那邊陰氣太重 歷朝歷代在這個地方 冤氣太重了嗎 太重了 所以因為烏鴉在古代 我們就稱為死亡之鳥 因為牠專門就是吃一些腐絲 所以很多人討厭烏鴉 看到烏鴉就覺得觸眉頭 可是為什麼紫禁城這麼多烏鴉 這是要講到 其實講到就是清朝的時候 我們很多人認為烏鴉是死亡之鳥 可是滿洲人滿族 他們認為那是神鳥 那是吉祥之鳥 為什麼 因為傳說以前諾哈刺 曾經被烏鴉救過 當時明朝決定要追殺諾哈刺 因為牠腳上有七個紅字 是預言當中會覆滅掉明朝的 所以明朝皇帝下令了追殺 結果追兵就是追到了 諾哈刺之後 發現很多烏鴉趴在諾哈刺身上 把它包得緊緊的 追兵當時認為說 諾哈刺死掉了 因為烏鴉在吃腐肉了 在吃牠了 所以就跑掉了 所以他們就沒有把諾哈刺殺掉 所以反而烏鴉救了諾哈刺一命 對 於是諾哈刺就說 我感謝你救了我一命 就是我們的滿洲人 世世代代我們子孫子 都會供養你 然後他們於是 在很多地方去看 滿洲人他們在很多 他們的家裡面 或是在他們的就是 故宮裡面放很多索輪竿 這索輪竿是幹什麼 你說這根竿子 對 索輪竿是祭天用的 可是他們在祭天的同時 除了放了供品之外 上面索輪竿上面的地方 還會放上碎米 動物的內臟這些飼料 餵這些烏鴉 所以烏鴉常常 所以你說會把這些東西 放在鎖輪竿的頂上的部分 對 所以他們常常 烏鴉就會停在鎖輪竿上 開始來吃這些飼料 所以吃著吃著一試乘主顧 他們都知道 到故宮有好吃好喝的 時間到大家就會過來了 時間到飛過去就吃東西 所以烏鴉在那邊 就非常非常多 而且滿洲人 清朝人非常喜歡烏鴉 可是奇怪 清朝滅亡已經那麼久了 他們還是難道念念不忘嗎 清朝沒有 索輪竿上面 還有人在放食物嗎 對 現在也沒有了 也沒有食物 沒有人放食物 為什麼烏鴉 他們還會時間一到 就會趕來這裡等著 索輪竿上的食物 對 難道這些烏鴉 是敢念戴德 清朝對他們的供養 所以他們還是要回來紀念嗎 經過百年時間 這不可能 還經過了好幾代的烏鴉 這樣子傳承嗎 對 所以後來 科學家就去研究 發現說是熱島效應搞鬼 什麼熱島效應 什麼說 是因為冬天的時候 北京非常非常冷 可是在城市當中 大家就是會一些用電 用開車 所以城市的溫度 比鄉村還要溫暖 所以在整個冬天的時候 尤其是晚上冷的時候 他們會飛到這邊 因為北京的紫禁城 在北京市中心 所以它的溫度特別溫暖 所以你一直用無藥來壁東 他跑在那邊壁東 所以是因為這樣關係 可是講到北京城 就想到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城 這跟我們俗話鬼門關 有非常非常重要的關係 人家說鬼門關這個名字 其實是跟崇溫門而來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 崇溫門在北京的九門裡面 非常重要 這叫天下第一門 要碎門 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海關 這個地方它在明朝 明朝朱利 他把這邊訂為遷都之後 就在崇溫這邊 他整個是朝運的位置 朝運的位置 也就是所有運而來的這些商品 集散地區在這邊 所以商業發達 你說都要在這裡集中 對 經過崇溫門的時候 就會開始課稅 在海關課稅從這邊這時候 就開始 它是北京城最重要的稅收來源 所以你說課完稅之後 才能把東西送進北京城 對 送進北京去販售 就要經過這邊 經過這邊就要開始 就是繳稅金 所以當年和生是清朝 最有名的大貪官 和生他當年就在崇溫了 南無城課稅歸他管 他在這邊管了8年的稅關 而且他還把持這個稅 把持了20年 你要知道他在這邊抽稅 抽到真的是富可敵國 不只敵國 他當時被抄家殺掉之後 抄他的家 他的財產 和生財產一抄完之後 整個就是家 就是家慶帝看完就是呆住了 因為比皇帝還多 他的家產是清朝歲入的 15年的歲入 天啊 這麼多 他一個人家產等於大清王朝15年的 國庫收入就知道 他在那邊攤了多誇張 他攤最多的就在這個地方 他當時攤到多誇張 他當時把持的這個崇溫官 所以也就是說 和生居然跟這個崇溫官 有這麼重要的一個關聯性在那邊 沒有錯 他當時因為稅太重了 很多人想說我要買酒 就是酒稅太重 我想要運酒進去 可是我又不想要繳那麼重的稅 於是只好是偷偷爬旁邊的城牆 很多人想說把這個濕酒 透過爬直槍之後 他就可以透過運進去賣 結果很多人在城牆上摔死 所以當時賣酒就說 這個崇溫官就是鬼門官 另外就是像山東 以前有個布陣此鄉東 山東省長 他帶了兩三個隨從 要進京念聖 結果到了這個崇溫官之後 結果官的官員跟他說 你要進去是不是 你要繳稅 他說我是官員 他說官員要繳稅 我沒錢繳稅 沒錢繳稅就不能進去 結果山東那個布陣子的 省長就火大了 那我不當官可以吧 把官帽官府全部脫掉 叫隨從也罷 隨從官方官我脫掉 脫掉之後 好 我現在是平民 我可以進去了吧 他說好 可以 你人可以進去 行李不能進去 這個官員火大了 然後之後就行李我也不要了 就要走進官 走進官之後沒辦法 他要禁朝面聖 只好去跟別的官員去 換介紹官府 才能夠進進去面界皇上 就知道當時賀生 守這個官的時候 他貪得多兇 看著那和聲 原來富可敵國 居然就從那籌關稅裡面 來獲得這麼多的資金 可是我們說到木乃伊 你想想看木乃伊 都是躺在棺木裡面的 應該都是被人給保存完好的 但是有一句木乃伊不一樣 他死了已經有 3000年以上的時間了 可是他的死相非常的猙獰 當時他怎麼死的 是 離港其實不用我多說 大家看到這個樣子 很可怕 這不得了 恐怖 所以他有一個綽號 就叫尖叫木乃伊 他是1886年 我們在拉美西斯三世的 牧室旁邊發現他的 他會葬在拉美西斯三世 旁邊的牧室 那表示他也是皇清國契 而且你知道 要不然是不可能葬到裡面的 可是很奇怪 因為他死的樣子非常怪 第一個他嘴巴這樣子 好像一副尖叫 好像在慘叫的樣子 第二個你知道嗎 他手腳其實是被綁在皮革上面 他被綁住 是 而且被綁到那個硬痕聲道 他即使變成木乃伊那個勒痕 都看得出來 你就知道那個被綁得多深 所以大家說奇怪 他到底是怎麼死的 因為你知道嗎 他身上還有 跟別人不一樣 他身上還有包羊皮 包羊皮在埃及古代 其實是給那種身分很低賤 比如像乞丐這樣的人 才會綁 他是皇清國契 他不應該有這種東西 所以就很奇怪 他到底為什麼會出現 這樣的情況 有人認為說 其實這是有特別的目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平常做木乃伊 是希望他能夠永生 他剛好相反 他難不成不要他永生 對 他要永遠受到詛咒 這麼恐怖 原來木乃伊還有兩種的做法 對 所以 為什麼他會被這樣子對待 其實一開始 我們在1886年發現他的時候 以彌子路人說 他可能是被毒死的 因為他的胃縮小 後來根據我們最新的研究 發覺他可能不是被毒死 他可能是被勒死 或是被活埋死的 因為他那個 所以他死的時候 對 他被埋了以後可能還沒死 因為他整個胸腔擴大 表示他死前一直極力想要呼吸 然後他脖子這邊有 像類似勒痕 或是腳痕的這種痕跡 好像他脖子被人家勒住過 然後他整個又是很扭曲的 這樣一個形狀 所以我們認為 他可能是被人家害死 或是被勒令自殺 那他到底是誰 其實他可能就是 拉美西斯山寺的王子 也就是他兒子 他兒子居然一下 他當初可能是因為陰謀叛變 結果後來被發現了之後 就被刺死 然後才會出現這樣 悲慘的一個死狀 但立港 拉美西斯山寺 自己本身的生活 好像也不是很平靜 甚至在他在世的時候 我們現在認為 可能當場就上了眼了 後宮甄嬛傳這樣的一個情況 你知道 上演那樣的場景 因為你知道嗎 他沒有立皇后 因為但他後宮家力非常多 所以大家很多人就會想幹什麼 就想要奪位 想要我的兒子能夠來寄診之位 把自己的兒子狗上王位 所以他的後宮家力 每一個都在爭祈鬥豔 然後甚至到最後 據說他其中的一個王妃 想說等他要等他死 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 乾脆就結合了 宮中的這一些用人 溥義 這些人 難不成想殺國王了 直接謀害他 你知道 那個其實就好像 生鬼傳奇的電影裡 都一樣 你知道 因為湯康斯主演的這個電影 那個公主就是又殺季婦 那個媽媽又殺這一大堆 就是把所有擋住他位子的人 全部都殺掉 那拉美西斯三世也遭遇到 類似的狀況 因為我們後來發現 他脖子這邊 居然那個刀痕也七公分 這麼深 直接那個動脈跟氣管 全部都被割掉 甚至一直砍到他的肌椎骨 這個地方去 更詭略的是他腳這邊也被 腳趾頭也被砍斷 所以當時很可能是發生過 有人向前攻擊 砍到他的腳的地方的時候 然後後面一個人從後面 抓住他 然後直接把他喉嚨割開 然後就把他害死了 所以拉美西斯三世 其實死得滿慘 他很可能是死在他自己的太太 跟他的王子的手中 但是拉美西斯三世的爸爸 拉美西斯二世 其實他是埃及史上 唯一的一個 被稱為大帝的一個人 他曾經擊敗過西台帝國 也是十九王朝 在他的統治下 僵域最擴大的時候 可是問題是 他死後好像有詛咒 什麼樣 什麼詛咒 你知道因為當初發現他的人 就一碰觸他之後 一開始發覺 我的手怎麼開始變黑了 越來越黑 難不然就碰到失毒了 到最後要截肢 你不截肢的話 可能整個人就會死掉 這麼嚴重 後來有一個人 也去幫他解開月木乃一棟繃帶 結果去解開他繃帶的時候 手也開始變黑了 所以後來發覺 所有人都不能接引 埃及當局下令 所有人都不能碰觸他 你如果一定要碰觸的話 第一個 你要穿上全套的防護設施 第二個 一定要進行祭祀的儀式 徵求他的同意之後 你才能夠去接觸拉美西斯24 沒有想到國王死亡這麼久 已經千年的時間 那詛咒依然在他的身上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常說這樂極生悲 還真的是 印度舉行一場婚禮 但是沒想到卻發生了悲劇 像我們這種辦喜事的話 我們就是鞭炮對不對 然後感覺上就 氣氛好在那好嗨 但是鞭炮有很大的重點 除了我們看到他那邊 啪哩啪啦很高興之外 重點是那個聲音 對 啪啪啪的感覺很高興對不對 來 我們看其他國家 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畫面上的話 其實是印度他們其實在嫁女兒 那是大事對不對 但是怎麼看起來 好像有一點愁暈慘悟 是因為我們這邊放鞭炮 他們放什麼鞭炮 摟掉了他們會開槍 你說拿著槍 開槍還啪啪槍 他們覺得聽起來很喜氣 結果這樣啪下去 去打到鄰居 留帶 結果就這樣談到 結果沒想到竟然就過世了 好可怕的事情 就歡歡喜喜嫁女兒 結果沒想到竟然物傷隔壁的鄰居 就很悲傷的事情 剛剛那個話是新娘的爸爸開槍 這個的話是賓客開槍 喝喜酒很高興 結果就這樣啪 因為對他們來說 開槍就是喜慶 開槍是有陽剛之氣 結果啪下去 有沒有看見 旁邊一個人本來站得好好的 有沒有看見 說倒下去怎麼回事 剛剛那個人現在打馬了 為什麼把他給打 給他怎麼都倒下去了 難得他當主婚人 兒子帶媳婦 啪啪了結果啪啪了 說沒有了 什麼 主婚人這樣打掉了 主婚人被打掉了 所以怎麼會這樣 不是朝天打 怎麼主婚人死了 好恐怖的事情對不對 結果來 接下來 我們剛剛跟大家講印度 其實不是只有印度而已 附近很多國家也是這樣子 來 你看 後面車子老兄在路上走 看起來不是昏昌的 不會樂極生悲 沒事 跟司機聊個天 怎麼回事 怎麼突然又打馬了 你剛剛很知道怎麼回事 為什麼他突然倒在地上 又不知道哪來的誰 他是仇家 開槍表姐打到又倒下去了 什麼 子彈打馬了 馬上送醫又不治了 你剛剛很知道怎麼回事 結果呢 他沒有參加婚禮 他沒去喝喜酒 可是旁邊有人辦婚禮 別人辦婚禮幹他什麼事 旁邊有人 他丟了一下他又被打到 難不成的榴彈打中他 對 所以其實真是很倒楣 怎麼會這樣子 好慘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我們國內沒有這個風俗 其實我覺得很好 可是現在很多年輕人喜歡學 什麼東西 Bachelor Party 就是告別單身派對 來 我們看到埃及 埃及這邊告別單身派對 感覺很高興 結果 拿著AK47在辦派對 剛剛那個步槍一發一發打 你有沒有發現 不要... 連發 連發 沒講到他們竟然會做醬事 而且大家有沒有看見 所以我剛才剛剛 你有沒有看那個彈夾 我剛才半開玩笑的說 這個槍聲竟然變成共同語言 而且是歡樂的共同語言 這個我們還真不習慣 來 接下來還不夠 有時候的話 除了秉秉變榜之外 還要看什麼 還要看那個煙火 煙花在天空那種漂亮的感覺 對不對 但是有時候你要放煙花 沒想到立剛才 你知道他們是怎麼放的嗎 就是有這個 拿槍直接這樣子打 有沒有看見 你看 有沒有看見 那個新娘車在那邊很漂亮 他這樣打 這個是要打出什麼 特殊的圖案來 所以不管是在打地上 台上還會要命的 是啊 他們有這麼準嗎 不管是打地上 打天上 打牆壁 這樣子打 那樣打 所以我們都沒想到 我們聽到盔景 聽到開家 都會覺得很恐怖 來 天空是暗的對不對 是不是喜歡愛心 喜歡嗎 我畫給你 他們在幹嘛 結果有沒有看到 仔細看 你看 馬上回答你怎麼畫 真的有愛心出現 對啊 真的會打出來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好恐怖 但是對他們來說 是歡天喜地 你要歡迎他們 你要欣賞他們的這種習俗嗎 我覺得還是不要比較好 我看到這種習俗 有時候還是近而遠之比較好 要不然流彈擊中了 那裡還真的小命不保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說到紫禁城 你可以注意到 紫禁城以前可是 帝王居住的地方 而帝王居住的地方 就是那九龍所在之處了 而這九龍環抱著28個星座 這九龍當中 有個神秘的金球的存在 那個金球也是那北京紫禁城的 風水之說 是 立剛 現在到北京的故宮博物院 你還可以看到這個 所謂的金仙珍珠天球儀 好漂亮 對 非常漂亮 因為它上面 其實密密麻麻的記錄 它用一個一個珍珠 就代表一顆一顆的星 你知道 這總共有3242顆星 這上面全部都是珍珠 對 我跟你講 這個是非常珍貴的 它總共記載了三圓28樹 然後300個星座 跟3242顆星 然後它整個就把它做成一個 天球一樣 然後去代表當時的星星 月亮 太陽 相對於地球的一些方位 然後好讓古人能夠去觀察 這個是清朝乾隆年間 做的這個東西 其實非常非常珍貴 而且它珍貴在哪裡 除了它每一顆珍珠大小不同 就代表那顆星在天空上 看起來的亮度 對 另外這整顆球 你看它包括它的底座 這是純金打造 這是真的黃金 直接這樣打造 你就知道這個其實 光是它本身的原料 就已經價值連成了 可是你也可以看到一點 他們當時的這樣的做工 這麼的精細 表示當時的星象學家 他們很仔細的把這些星星 做這個亮度的定位 因為大陸自己本來 就有很多人在觀察星象 再加上當時西方的傳教師 也把西方的這些天文學的知識 也傳進來 所以中西合併了 就中西合併 然後才能夠製作出 這樣的天球 其實你光從這個天球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當時在清朝的時代 其實中國的天文知識水準 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然後你知道 這個球本身 大概有30公分 球體本身大概直徑30公分 然後整個連坐是82公分 然後你看它 除了上面這個天球之外 它還有九隻龍去護衛著它 其實九龍就象徵了皇帝的威權 然後它整個又襯托 所以整個雕工非常非常的精美 這代表了當時的最高技藝 乾隆為什麼要做這個東西 其實我們都知道乾隆本身 他很喜歡一些文物 然後什麼古代藝術品 他都很喜歡 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他不但很喜歡鐘錶 而且他很喜歡天文學 你知道而且他喜歡 他對天文學有特別的喜好 而且他喜歡天文學 還不是因為 他自己突然之間就喜歡 而是他的祖父康熙教他的 因為康熙自己本身 就非常非常喜歡天文學 其實我們都知道 康熙是一個非常多才多藝的皇帝 其實他研究過很多西方的知識 當時他就從西方傳教士 所以有些傳教士 告訴他許多天文知識 有告訴他一些天文知識 他甚至還命當時的西方傳教士 幫他做六個觀測天象的儀器 後來他這個興趣 就傳到乾隆這邊 乾隆把他發揚光大 就做了這樣一個天球儀 問題這個天球儀 不是只是呆呆 只是這樣一個球 其實他上面有三個孔 你把鑰匙插進去之後 他會動的 所以他是可是會動的 他會動的 所以就直接可以 可以象徵的星象的運行的狀態 所以就是說一循著黃道 來這樣子做運轉 所以其實你看他包括赤道 然後整個的星空的位置圖 其實這代表當時的 最高機翼的成就 那即使是西方 你在當時要找到 跟他一樣的東西 幾乎也是找不到 這是非常非常精美的一個 純金座的一個天體 天球儀 但是我跟你講立剛 講到青天間 我們都知道清朝有 明清兩代都有設青天間 對 青天間他當然觀測星象 每天都觀天象 對 然後算立法 這是他基本工作 可是他還有一項基本工作 什麼基本工作 要幫皇帝找臨請的位置 對 青天間他們還要找臨請 對 因為你是負責官方位的人 你要看方位 那你當然也要幫皇帝找出 他最好的臨請坐落在哪裡 所以就是說青天間他們 從皇帝一級位 開始就要找哪一個地方 風水好 比如說同治皇帝一級位之後 青天間就要負責幫他去找 結果我知道 同治青年的時候 有個叫邱和來的人 他就看到 西山南路這個地方 風水看起來特別不錯 而且他說那個山口 附近剛好有九個山頭環抱他 像九龍 對 就像九龍一樣 所以他覺得皇帝 葬在這邊 就應該是非常好 可是我跟你講 他把這個消遇傳回來的時候 當時有個叫 純親王的人1868年 他自己就跑去看 純親王一宣他就跑去看 他做什麼 他去看一看當地的風水 他也覺得很不錯 結果回來 他當天晚上就做了一個夢 夢到一隻金龍 就吊在他家的屋頂上 然後結果你知道 當天晚上邱和來就暴斃 怎麼會這樣子 不知道 突然看完那個地方就暴斃 就非常非常詭異 然後這個純親王 就很喜歡這個地方 然後他就去特別引水過來 然後在那個水塘裡頭 養上千條魚 你知道這是幹嘛 這個就是要增加生氣 你知道讓這個整個地的 開始有他的靈氣 讓他整個生命力旺盛起來 然後這塊地上 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東西 他有一個非常大的銀杏樹 據說那個一蓋好幾畝地 就被他整個蓋住 因為這個銀杏樹 恐怕是從元朝時代就存在了樹 這麼古老 對 非常非常久 然後這個銀杏樹非常大 然後他覺得整個看起來 格局就是非常漂亮 結果你知道嗎 結果同志皇帝當沒幾年 就死掉了 同志其實很年輕就死了 結果接下來當皇帝的 叫光緒皇帝 對 你知道光緒皇帝 其實就是純親王的兒子 原來他養這些 做這些 原來是為了自己的兒子 結果這整個福氣居然不是給了 同志皇帝 而是給了純親王 所以他原來另有目的 是 那我們都知道 光緒後來死掉之後 誰集位 溥仪集位 溥仪集位 你知道溥仪是 純親王什麼人嗎 什麼人 溥仪是他孫子 所以就是說那一代已經傳到的 純親王這一代 結果就變成皇帝 全部都跑到純親王 他家這邊來了 這個聽起來滿詭異 後來據說當時有人 就看出情況不太對 有人就跑去跟慈禧太后 打小報告 他說你知不知道 純親王家為什麼那麼旺 就是因為純親王他們 去看出這塊寶帝出來 而且你知道 他當地不是有一棵很大的 銀杏樹嗎 銀杏樹在當地又叫白果樹 白果樹你想想看 純親王是王 王上面再加一個白字是什麼 就是皇帝皇 所以就是純親王 他有了這棵樹之後 就注定他這個王的子孫 將來都要當皇帝 所以如果繼續讓這棵 銀杏樹在那邊的話 你們愛心覺羅以後 皇帝都他們一家人在當 所以慈禧太后一聽這樣不對 火呢 我跟你講 他根據翁銅河的記載 後來他就悄悄派人 在光緒23年3月 做什麼 去把那棵樹砍掉了 砍了那棵樹 對 我就斷掉你的龍脈 從此以後 你純親王這一家的人 也別想再出皇帝了 沒有想到這風水之書 結果到了最後還真的成真了 皇帝居然就換了人座了 可是我們說到 一個千年的古寺當中 裡面有一個長兵閣 那個裡面的整個機械的運作 到了千年之後 居然還能夠運作 這麼厲害的東西 怎麼不會壞掉呢 是 你剛剛 北宋有許多的驚人的科技 但是有一項特別的科技 黑科技 居然經歷了千年還不會壞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藏在龍心寺裡面的 長兵閣 這個長兵閣 它比較特別的地方 它叫做轉輪帳 這個轉輪帳 它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它其實高10.2米 還滿高的 三層樓 對 三 四層樓高 而且它是用一根軸層 來當作中心 它有七根內圓柱 七根內柱 八根外圓柱 還有一些橫紡跟橫木 來去把它所構成 厲害的地方是 它設計到什麼地步 整個施力非常均勻 只要兩根手指頭 就可以推動高達三 四層樓的建築 你看怎麼厲害 只要兩根手指頭 就可以推動它 而且一推動之後 這麼強 而且一推動之後 它還可以一直旋轉 就像手指陀螺一樣 而且經歷了千年 這種木造建築 到現在還可以使用 而且還屹立不搖 在那邊 對 還屹立不搖 所以明初有一個學者 建築學者叫做梁思成 梁思成來看了之後 非常的驚嘆 他說這個木構建築 真是事所罕見 當然令人好奇的是 這個東西到底是幹嘛的 我們都會想說 放在佛寺裡面 應該是拿來放金書對不對 應該是放金書 但是也有人有不同的說法 就是說當時 拿不在裡面不放金書 對 因為當時宋朝的時候 有精兵入侵 精兵入侵的時候 當時的官府或者那些兵將 怕自己的兵書被人家拿走 所以藏到這個藏兵閣裡面 對 所以有人講說 因為金人非常的相信宗教 相信佛教 他不會毀壞這些佛式 所以看到裡面的東西 只有崇拜不已 不會去把它破壞 把裡面東西拿出來 所以沒想到裡面暗藏玄機了 對 所以這樣的一個建築 到現在還可以運轉 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還不知道 他到底是怎麼樣 讓他保存到現在 不過黑科技不只只有北宋 還有一個黑科技在大清 大清有一個特別的黑科技 叫做神秘箱 為什麼說他神秘箱 這一個箱子 對 就是這個箱子 這個箱子非常的特別 你看他整個金幣輝煌對不對 看起來富麗堂皇 裡面連一根釘子都沒有 這麼大一個東西不用釘子 不用釘子 全部都是用卡榫接榫的技術 所做成 而且他厲害的地方是 他旁邊的四周圍 他的那個板子花板 是由幾百片所構成 而且可以全部拆掉 所以如果不是專家來 沒有辦法去把它拆開來 所以就是說 每個卡榫接縫的地方 都是接得恰到好處了 對 而且你可以注意到 他上頭有許多金幣輝煌的 那些浮雕 這些雕花它裡面 我們有算過 它有24隻鳳凰 38隻龍 然後還有一些獅子 還有仙鶴等等的 總共有200多個人物 再加上一些花鳥騎獸 所以這樣的一個東西 遠遠看起來 就好像一個微型宮殿一般 因此你一定會問說 這樣的一個東西可以 裡面可以待人嗎 可以 裡面可以待人 對 所以你看到下面 有兩根橫桿 這兩根橫桿 要有八個人才能夠抬得動 所以也有人稱為他為 八台大轎 你也可以想見得到 這個東西製作起來 非常的耗時 所以他就有一個 據說他要用1萬個公時 古代1萬個公 一個公時等一天 也就是他要花1萬天 才能夠完成 1萬天折合年的話 要27年 這麼久的時間 對 所以你看 這樣的一個公益之精緻 當然我們會問 這個東西到底是幹嘛的 說來你一定會覺得很有趣 它其實是女孩子出嫁時候 做的花轎 這個是女孩子出嫁用的花轎 這個花轎為什麼會用這麼 一個花轎用27年來做 沒錯 女生還沒出生做到出嫁嗎 還是說出生以後才做 出生以後再做 這個已經年歲已高了 是 所以他們只要一生出女生的話 他們家裡的爸媽 就會為他們製作這個萬公教 也就等他們成年 甚至是可以祖母留給媽媽 媽媽再留給女兒 傳承下去 對 傳承下去 而這個萬公教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傳說 就是據說是當年康王趙垢 他就是受到金兵的追殺 來到寧波這個地方 有個村姑救了他 救了他之後 後來他說 好 我以後要帶你入宮 以一個親布蘭為證 可是這個消息後來被村姑傳出去了 於是後來等到趙垢派人來看的時候 家家戶戶都是親布蘭怎麼辦 所以他後來就下令 因為均無戚言 下令就是說 這東女子皆可為王 所以也就是讓他們出嫁的時候 都可以傳鳳官俠批 而且都還可以做龍鳳大教 可是不管說這樣一個傳說 是否屬實 但是為了女孩子出嫁 做得出這麼樣的一個 雕工精緻的萬公教 也難怪他被稱為天下第一教 沒想到這個教則 做工這麼的精細 要經過萬天的時間才能夠完成 可是我們說在新疆那邊 有一幅壁畫 歷史已經有13000年的時間 那個壁畫裡面在描述的是 一個追逐狩獵的畫面 可是那個壁畫也呈現了一個 當時的超科技 那個科技是可以在雪上飛 真的是在雪上飛 你知道這個壁畫 它的歷史根據考古學家證實 至少是1萬年到3萬年前的史前壁畫 你說這個壁畫 上面有什麼玄機的處 你知道這個壁畫 他的出土證實了一件事情 有什麼黑科技在其中 他把人類的滑雪紀錄 往前推了好幾千年 甚至上萬年 真的嗎 你仔細看 你看底下這邊是不是有一堆動物 都在跑 好多動物都在跑 全部都在跑 為什麼他們在跑 因為有人要獵殺他們 誰要獵殺 就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你說就是這些地方 這些人 這些人要獵殺他們 你再仔細看 這些人他底下是什麼呢 底下是什麼呢 等一下 我注意一下 你說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放大看一下 你就可以注意到 是不是 雪橇 你有沒有看到 怎麼會有雪橇 怎麼會有雪橇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腳上有雪橇 還有好像有滑雪的 那個竿子在那個地方 你有沒有注意到 而且你注意看到 都一根竿子 這根竿子像長矛一樣 我在滑雪的過程當中 我是不是就順便獵殺 前面的動物 才有了這個壁畫的成分 所以就說在那 1萬3千年前的人 他就懂得因為有雪橇 在雪上面這樣子滑行了嗎 對 立剛 這是不是打破了我們 一般對滑雪運動的印象 我們一般覺得說 滑雪運動都是西方人的運動 可是不對 你這1萬3千年前的壁畫 又沒有證據 你知道嗎 這個證據的出土 代表什麼 連結到現在 其實在新疆還有人 用古法在製作這個雪橇 所以你意思說 真有其證據 真有其證據 為什麼 這個地方 位在新疆的阿勒泰地區 你現在看畫面就知道 阿勒泰地區 位在新疆的西北方 它這個地方就中年積雪 而且零下30度 40度是常見的 這個地方居住的人 要經過5個小時才能到附近的城鎮 他們就練就了什麼 從古至今 草上飛的神秘高科技 這邊據說 連80歲的老人 他用他們特製的滑雪板 都還可以滑贏現代的奧運金牌 這麼強 他們的滑雪板 有這麼神秘的黑科技 而且你知道這個滑雪板 真的就是證實了1萬多年來 都是這麼製作 第一個 純手工 他把木頭砍下來之後 你看用皮繩固定在這個鞋子上 那個是皮繩 對 但是你知道它底下是什麼 你知道嗎 它底下其實都是有馬皮 馬皮 馬的小腿皮把它黏好之後 再上馬毛 把它製作成一個純手 我要上馬毛 而且這個馬毛是有懸件 你看他們在雪上能夠草上飛 跟馬毛的方向有絕對的關係 如果你的馬毛沒有順著前方來做的話 所以等於馬毛可以控制其方向了 而且馬毛的方向對著你 才能滑得很快 迅速的達到底下 你有沒有注意到製作的過程 你現在看 他們正在這個處理 你有沒有注意到 對 你有沒有看到 木頭砍下來之後怎麼樣 就準備要開始用手工去貼上去 在現在來講 已經只剩下少數的工匠 會做這樣的一個部分 但是他一定要先用熱水 把這個零好 把這個木頭給淋上去 讓它軟化之後 再貼上這個馬皮 以前是用瘦皮去黏它 現在會用什麼東西來做 現在會把釘子 然後把這個皮把它整個黏好 固定在上面 固定在 你看用熱水瀛 熱水正在焦零中 這樣才能讓木頭 整個貼得非常的合 也能夠把這個滑雪板 那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你木頭的滑雪板 應該很重對不對 但是你在這個地方 雪越厚 它滑得越快 而且你馬毛的方向 如果對的話 它還可以往上走 你知道嗎 還可以往上走 你往下滑得很快 往回頭的時候 你還可以再往上走 也見不如飛 所以你意思說 馬毛在那個時候 就可以變成一個非常良好的 一個煞車工具了 而且有沒有看到 剛剛滑下來 用現代滑雪板的人 滑雪橋的人都是兩根 有沒有 兩根滑雪板 但是你在阿勒泰地區 他們只有一根 你有沒有知道 剛剛後面就抓了一根 你看兩個後面只有一根 你用古法在滑雪的人 他只有一根滑雪板 所以你意思說 它等於看起來就像 船在控制的那個槳一樣 就是一模一樣 它感覺上 就是它的方向舵一樣 所以這邊幾乎每個人 都天生的滑雪好手 我覺得中國如果 派他們去參加冬奧的話 可能會拿好多個金牌回來 也不一定 但是你知道 這些從古到金 他們為什麼要 發明這樣的雪橇 最主要是拿來打獵的使用 對不對 但是在新疆打獵 他們可能遇過一個 看起來很像是上古神獸的東西 什麼樣上古神獸 你知道這個地方 這個東西 曾經在最近又被發現了 在中國的這個 接近哈薩克周邊的一個湖 叫艾比湖 這個地方出現了一隻 看起來非常奇怪的生物 你看就是這隻生物 頭看起來像馬 怎麼又有點像狼 然後他的身體又像牛 有沒有 整個看起來就怪怪的 從來沒有這種記載過 這個部分來講 有人去研究它 它到底是怎麼樣 是不是都在那邊活了很久的 它是一個上古的一個生物 在新疆的傳說來講 它是一個上古的神獸 所以說這個神獸 重新再現蹤跡的時候 給人家看到 覺得相當的一個奇怪 英國的記者跟專家是說 這個地方 怎麼說 他說這個我認為是一種生物 叫做馬鹿 對 叫做馬鹿 馬鹿 他說因為馬跟鹿 加起來叫做馬鹿 身體像鹿 但是這個講法 在新疆當地人來講 他說這個真的不是你說了算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從古到經 都有這樣的一個記載 這個很可能是我們的 一個上古的一個神獸 不見得是 你現在講的馬跟鹿 上古的神獸 居然活到了現代 對 所以是不是上古的神獸 其實有待我們的專家 進一步的考證 我們看著那新疆地區 有許多多的神秘的事件 在那個地方出現 可是說到新疆 那個地方在2800年前 有一種神秘的麻醉毒素 而那個毒素從哪取得 居然從新疆的古墓裡面的 果實部上面 發現了這樣的毒素 新疆一向就是一個神秘的國度 而最近在那邊出土了一個 在戰國時代 到秦漢之間的一個古墓 裡頭居然有一個 很奇怪的發現 什麼發現 這個發現 它是在有一個絲骨上 然後有一些果實部 但是考古專家 在檢驗這個果實部 上頭居然發現了一種植物 這種植物總共有13顆 到底是什麼植物 會附在這個果實部上 怪了 果實部上 照理說不該有植物存在才對 對 我們一般來講 會放陪葬品 會放浴室 會放黃金 你放個植物要幹嘛 所以考古學家進一步研究 發現這個東西非常的特別 怎麼說 是他們拿來作為麻醉 或者是舉辦儀式之用 所以也就是說那個東西 它有神秘的毒素存在 而且是一種麻醉毒素 是 因為這個人的身分 他們後來進行考究 說他是一個白種人 白種人生活在那個地方 應該是遊牧民族的薩滿巫師 薩滿巫師 他會使用這些植物 一般來講 不是為了提神 就是為了舉辦儀式 甚至是為了要用 而且薩滿他們還有許多的巫術 對 這樣的一個巫術 是不是拿這樣的一個毒素 來做一個媒介 這也是讓人家覺得好奇的地方 當然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他的身分就非常重要 所以後來經過檢驗之後發現 他居然是大麻 怎麼 那個是大麻 對 原來 神秘的職務居然是大麻 沒錯 原來薩滿巫師 早就知道使用大麻 而且這個大麻非常特別 他是現今所使用下來 最古老 最完整 而且是用在墓葬之上 因為大麻他本身有要用之外 還可以拿來作為紡織 之不自用 所以一般來講 可是難不成這些巫師 甚至拿了大麻來控制人 也有此一說 所以他到底真實用途為何 到現在還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 我們要進一步來考究 不過新疆特別的地方 不是只有這一個古墓 還有一個古墓非常的特別 它被稱為黃金古墓 所以也就是說挖開裡面 都是黃金了嗎 差不多了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它裡頭居然有各式各樣的 黃金器物高達200件 不得了 這個東西開關 可是真的是保障豐富 是 那裡頭不僅有金牌 還有紋帶 還有一些浴室等等之類的 而這些黃金 夯不讓大家加起來 200多件震驚了當地 為什麼 因為在當地很少見到 有這麼樣一個龐大的古墓 而且它的價值 你看春秋戰國那個時候 你的價值有2 3億之多 怎麼那時候的遊牧民族 有如此龐大的財力 於是他們進一步去探究 牧主人的身分 發現是一個女子 一個女子 放了這麼多的黃金 不是很奇怪嗎 對 你又不是說是國王 怎麼一個女子有這樣 所以有人說是酋長的千金 或者是王妃 她過世之後 國王因為非常的寵愛她 所以給她這麼多的黃金事物 還是說因為黃金可以擺在地下 千年而不壞 希望這個屍體能夠千年而不符 對 有可能因為他們的宗教信仰裡面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巫術的存在 所以這些是不是拿來 作為私行巫術的媒介 這也是要進一步進去探索的 但是這兩個墓葬 其實都算是2000多年 接下來講這個墓葬可特別 高達4600年 歷史更悠久了 對 歷史更悠久 講到這個墓葬就很特別了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巨人古墓 巨人 所以你意思說 巨人真的存在於地球上嗎 是 我們都知道 塔里木盆地那個地方 基本上它常常改到對不對 所以它的墓葬 有時候會堆疊 它在堆疊的過程中 它越下面會越古老 結果考古學家再往下挖 挖到一個4600年前的墓葬 發現裡頭的骨骸 居然高達2米3 2米3 對 那不是姚明的身高 對 就是姚明的身高 而且它的棺木多達2.8公尺 將近3公尺的 這麼大塊的木頭 奇怪 而且不是只有一具 所以也就是說 當時難不成這麼多巨人 對 當時有好幾個墓葬 全部都是這麼這樣的一個身高 而且這麼一個規模 有人就在探討說 莫非這邊有一個巨人部落 因為在新疆這邊 事實上自古就傳說 這邊有出現一個巨人部落 在這邊橫行一時 所以這些人 後來到哪裡了 不知道 但是他留下來的墓葬 卻留在這個地方 而且被我們挖到 那是不是意味著說 在當年 在新疆那個地方 其實是一個巨人王國的存在 這也是讓人家覺得好奇的地方 不過這個墓葬 它的一個DNA 目前還沒有辦法檢驗出 跟我們現有人類 是有關聯的地方 那也許他是來自別的地方 或別的種族也不一定 那無論如何 這樣一個巨人墓葬 還是存在著更多的謎團 我們可以看到 原來在這古墓當中 這麼多神秘的事件在發生 但是現在 在這個韓國的平昌的冬奧 那個地方 天空當中也出現了 怪異的景象 許許多的東西在夜晚時刻 突然之間瞬間亮起 那些東西究竟是什麼東西 最近的話 在這個平昌 就是在平昌的話 最有名的就是奧運開幕對不對 大家都會想說 那這應該是運動員 可是大家知道嗎 現在的開幕式竟然會 有看到沒有 這麼多天真的 你有沒有發現 就一個一個這樣子 這個組合在天空當中 它有大棚展翅 接下來還有人在空中滑雪 接下來最經典的是什麼 就是那個奧運的五環就出來了 告訴大家好了 你看 那個是1218台無人機 我問你無人機才天空飛 如果距離太近 風太大不就會撞在一起 所以我們就講到重點 大家知道嗎 我們講這個Pancheon 就平常它平常 這個時候溫度是零下10度 而且會有強風 而且這幾天溫度又低 風又大 所以其實這怎麼做 就還好這Intel 它其實就騰包這個無人機的業務 大家知道嗎 Intel有騰包的 對 每一台無人機 都小小台而已 大概30公分而已 然後接下來的話 大家知道嗎 你這麼小台 電池帶電量只有20分鐘而已 所以就說20分鐘後 他們就會沒電了 所以你要趕快起飛上去 而且大家知道 突然一陣強風 那圖形不就亂掉 所以他要非常強的 這個反饋的系統 風強 他這個螺旋的力量 就提供大一點 風弱就小一點 立剛你覺得1218來在空中 排數是我們都突然 要多少人在操控 那當然是1218個人 要一大多人在那邊操控 可是問題我跟你之間操控 萬一不小心距離不對 不就撞在一起 一個人而已 什麼 一個人就好 那麼多東西只有一個人操控 而且他不是在操控 他只是看有什麼突發事件 要趕快做調教 原來Intel已經用了兩年的時間 好好的把它做整理 好好的做計算 你看這個標準的Intel 你說天照出現 這個東西難不成也是 那個無人機所造成的 沒有錯 所以我才說 他們這是那種1000多畫素 然後可以變化無窮 組合出這麼多東西 他之前硬體跟軟體的設計 你就知道畫了很多的心血 但是其實我們剛剛講 人的科技再厲害 還是沒辦法抵過平昌 這個時候的寒冷跟強風 所以他那個畫面 就變成用預錄的 不過他說沒關係 我在頒獎的時候 我在出動500台 大家再看看 再來秀一次 對 看看到時候有沒有可能 可是平常奧運的話 因為我們台灣這邊 滑雪的雪上活動比較少 他有很多 而且大家知道嗎 沒想到除了人的 這個冬季奧運之外 竟然還有機器人也來湊熱鬧 對 這到底怎麼回事 結果原來他是想說 大家不是講到機器人 要想要哪個國家 就日本對不對 韓國很氣 會輸日本 他就說開什麼玩笑 出來了 滑雪者出來了 這是小朋友 你怎麼說是機器人 怎麼沒有頭 樓利哥你知道嗎 這真的是機器人 而且規定要50公分以上 有手有腳 而且還要有關節才行 我問你為什麼弄了 那麼多的機器人來滑雪 就是要炫耀 你看我多厲害 而且大家知道嗎 這個叫做Age of Robot 這個機器人生死挑戰滑雪賽 原來他們要比賽的 不是 你把它撈下去 它就滑下去就好了 不是 滑到底就好了 沒那麼簡單 路上還有障礙物 你要會閃 你如果不小心撞到被半倒了 大家還會笑死 半倒了 你看看 所以其實你知道多難嗎 結果最後還是有人奪冠了 很厲害 可是我問你 人要滑雪都已經不容易了 機器人要控制它 可能更難 所以我才說 韓國為什麼可能措施這個機會 要炫耀一下 我們現在多厲害 結果你看滑下來力量很大 不要隨便去撈 得獎的最後是誰 得獎的最後叫做Taiwan V 大家知道嗎 Taiwan V當然是韓國的 韓國的 而且他用這個名字 還是要彰顯他們韓國 在很久以前 國人自製的動畫主角 就叫做Robot Tywan V 他們其實 韓國人其實做事情 非常的細膩 連這個都做出來 好 但是我們講到機器人 大家知不知道 有一個機器人公司多厲害 他前一陣子 竟然做了一個機器人 還會後空翻 後空翻 這麼厲害 對 那個地方叫什麼 它叫做Boston Dynamic 我們可以說全世界的話 大家只會問第二是誰 為什麼 因為第一就是他了 結果這次 剛剛無人機器人 那無人狗 好恐怖 結果這個狗 他就過來在這邊 就怎麼辦 這個機器狗 看起來很酷 有沒有發現 但是問題來了 要有一個門擋住 就沒辦法 門就被擋住 結果 立剛你覺得 他是伸出脖子來 還是伸出手來 頭 結果我覺得看起來好像妖怪 好 不管 重點是在於 開門了 有沒有看見 可以開門 開門轉彎 怎麼會這樣子 結果立剛你知道 他們其實設計 大家不要想說 對我們來講 走路跟開門都西中平常 其實對機器人來說 二足步行跟開門 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所以你們注意到 可以走路 可以不行 可以開門 沒有錯 他已經幾乎快跟人類 越來越一樣了 我們為什麼要講到 走路跟開門這麼重要 原來美國的DARPA 就是高等國防計畫署 他們其實有一個 機器人挑戰賽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什麼觀點 關卡就是你要能夠開門 你要能夠開門 那我們講說開門的話 對人來說很簡單 那我不然派星星好了 你剛剛知道 下一屆這個DARPA 機器人挑戰賽的 呼聲最高的冠軍 就是這一隻 這什麼東西 紅星星 黑星星是我們的 這個算是祖先朋友 這個是我們的星科技朋友 對 他的名字就被叫Chimp 就是黑星星的意思 當然他整身紅紅的 等一下 他上車了 對 大家說他是接下來 下一屆的奪冠的大熱門 那不是他還要開車了 星球崛起就從他開始 因為他會像星星一樣 四隻腳走路 走一走遇到門怎麼辦 大家有沒有發現 他可以就這樣站起來 然後兩隻手接 就是用來開門 所以其實我們講到 平常奧運當然是這個 運動員在那邊展現 然後把人類的體能 發揮到極致 但是沒想到 背後隱隱然的 這一些科學科技 跟機器人的這一些東西 如火如荼的 也在展開當中 真的是如火如荼展開 你看到在未來的世代當中 機器人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是如果變成機械公敵 那我們個人類可就慘了 可是在平常奧運當中 你會看到有一個人 那個人他的臉色跟表情 是截然的不同 他都用那鼻孔在看的那人 可是你別看他冷冰冰的樣子 他回到了那北韓 完全就不一樣了 斯蒂岡 這一次平常奧運的焦點 全部都在金羽正身上 但是又有人說 全部的焦點都在金羽正的鼻孔身上 因為他 所有人焦點居然在金羽正鼻孔上面 為什麼 因為他從頭到尾就是這樣看你 就用鼻孔在看你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在他的鼻孔上面了 因為他一直用鼻孔瞪著你 理想看不到他鼻孔好像也不行 可是我看他在這邊 笑得還滿自善的 是 因為這是回到他的哥哥 他親愛的哥哥身邊 我們把他回來看一下 原來他K哥在旁邊 對 他在南韓的時候 整個一開始 雖然也有人說他是微笑外交 可是很多人說 你這是鼻孔外交 你從頭到尾就露出一份高傲的樣子 他在南韓那樣子 看起來非常的高傲 非常的冷酷樣 可是在這裡你看非常的親切 你要回來變成小鳥藝人 抓著他哥哥的手臂 馬上就摟著自己的哥哥 這表示兄妹情深 大家說是怎樣 這樣子摟著妹妹摟著哥哥 哥哥看起來還有點尷尬的表情 對 人家說奇怪 你在南韓像一個傲嬌的公主 怎麼回到北韓 就變得這麼和安可敬小鳥藝人 為什麼截安不同 是 其實大家不要搞錯人家 背後一定有學問 人家真的是公主 有玄機 我跟你講你要知道 其實之前金正日還在的時候 金正日就非常疼這個女兒 他就叫她甜甜宇鎮 還聽起來有點肉 甜甜宇鎮 因為他小時候你看這樣 晃晃晃晃晃 其實滿可愛的 對 滿可愛的 要不然就叫宇鎮公主 是直接叫她公主 以她在北韓的地位 老實講人家也真的是公主 當然叫公主 她其實真的就是公主 所以人家嬌嬌一點有什麼不對 那是正常反應 對 他只有在他哥哥面前 才需要這樣子小鳥藝人的樣子 但是其實這次除了他的鼻孔 成為焦點之外 其實還有人說 他另外一個東西也變成焦點 什麼東西變焦點 就是因為他在清華台的 方明部上面 留下他的簽名 寫了字看到沒有 但他說 你有沒有注意到他的字特別寫 都寫了45度 有沒有看到 對 一個一個都這樣故意傾斜45度 這樣 這是什麼特殊的字體 其實有人特別去找出 他們金家三代 從金日成 金正日 金正恩 你看這是金日成的字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這邊的字看起來 怎麼好像是有傾斜角度 對 都是傾斜 這個傾斜超厲害 這個字的話 是每一個字 有這樣子傾斜的狀況 對 我跟你講 第一個 你從這四個人的字 你就可以看出 為什麼他們家的特色 都會有傾斜 我跟你講 其實據說這是特別練的 為什麼特別練這樣的字 據說這樣子 用這種傾斜的字 就顯示出他們高人一等的 這種態氣勢 尤其是金正恩 你看 那個斜道根本就是不夠 不管你的紙張怎麼擺 我整個給你大傾斜 那是幹什麼 其實就是告訴你 我永遠不受限制 你不要想要拘束我 這些字裡面 居然代表了這麼深層的含義 就是他不受限制 他就是那王 而且我跟你講 其實這個字體 在北韓是赫赫有名 這個叫做太陽字體 那這個太陽字體 別人敢學嗎 我跟你講這恐怕 你一般人不能這樣寫字 一般人不能這樣寫的 你這樣寫字可能會出問題 因為你知道嗎 他們是包括金日成 金正日 還有金正日的母親 金正俗 這三個白頭山三大將軍 對 這個是純正血統的 才能寫出這樣的太陽字體 所以就一般北韓人 不能寫出這樣的太陽字 所以金宇正寫出這個剛好而已 因為這證實了 他也是白頭山的優秀血統 他當然可以這樣寫 而且人家這個優秀血統不是蓋的 金宇正今年年紀還滿輕的 可是人家 是 他現在29歲 還不到30歲 對 他現在已經是北韓的 第一副部長 你知道勞動委員會第一副部長 關影機這麼大 而且他現在已經變成 政治局的候補委員了 他哥哥走在前面 他就站在哥哥的側邊 沒有第二個人敢走到他哥哥旁邊 人家說他現在早就已經 進入權力的核心 而且他是唯一能夠在金正日 面前講帳話的人 你要知道 我們來對比一下好了 他金正日的妹妹 你知道他是到66歲 才當到政治局委員 那他才29歲 現在已經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了 金正日的妹妹 而且他26歲 66歲 這麼老 到66才當上 是 等一下 現在人家29歲 就已經當上政治局候補委 表示他迅速爬升到權力的頂峰 對 然後而且他又在金正恩面前 有影響力 我們很多人甚至認為說 搞不好他才是北韓 真正的地下掌權者 所以你就說金正恩的每一舉一動 背後有一個隱武者 難不成就是那金與正 因為之前很多人在講說 金正恩包括所有的儀態 包括他在外面很多 表現方式好像都是接受金正恩的 金與正的建議 金與正建議嗎 所以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那就不簡單 對 表示金與正其實 遠比我們想像中更重要 所以他這次在南韓的 很多表現 我相信南韓一定有很多專家 開始不斷地在觀察 因為要去剖析這個人的個性 到底是如何 可是看南韓難剖析嗎 因為他都要仰腳30度 鼻孔朝上的方式對應的人 對 因為你研究了半天 你只看到人家鼻孔 你怎麼看得到他安心 而且臉還是側著斜的 甚至連字體都是斜的 對 所以這個金與正 其實還真的 讓人家覺得高深莫測 但是立剛 其實你知道嗎 金與正跟我們台灣 也有點關係 跟我們台灣怎麼會有關係 這個聽起來很奇怪對不對 他有來過台灣嗎 當然沒有來過台灣 但是我跟你講 他用的手機 看到沒有 這隻手機是HTC-1 真的假的 對 這是HTC的手機 這隻HTC 對 其實 這一隻 對 我看一下 這隻是HTC 這是HTC的手機 其實很久以前就有日本 就發現說金正恩 跟金與正兄妹 好像都用HTC的手機 所以就是說金正恩 跟他妹妹都用HTC嗎 那很奇怪 這世界上的手機那麼多 他幹嘛特別用台灣的 對 很奇怪 他為什麼不用大陸的 或者是用韓國的 用美國的 韓國自己的 對 我跟你講 第一個 韓國 那是我的敵國 怎麼能夠 南韓的手機 我怎麼能用 日本呢 日本是我的世綢 我根本不能用 日本是世綢 那美國的手機不好意思 iPhone呢 不行 那是我的敵人 敵人 對 那是美帝 那大陸老大跟華為 什麼都可以吧 理論上來講 他應該用公共大陸的手機 小米 紅米 問題是金正恩上任之後 跟大陸處得不好 關係惡劣 所以我也不能用 難不想我們私底下 送郵過去 是 所以這是不是代表 其實我們台灣 雖然看起來跟北韓 好一點關係都沒有 可是他會用我們HTC的手機 就是因為 他跟這些國家 全部都處不好 跟我們台灣 好像還有點交情的樣子 所以他才要用我們 台灣HTC的手機 所以就意外的 因為金正恩 金語正兄妹這樣 讓HTC也能夠 要上國際的版面 其實對台灣來講 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 看來這北韓的 未來的整個動向 有一個人變成一個 關注的焦點 那就是現在畫面當中的 金語正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說到那幾地 你可以注意到 是一個冰封的世界 那個地方應該生態 是一個非常穩定的狀況 但是最近不太對勁 海鳥大量的死亡 是什麼原因來造成 有人說是因為毒 那個毒從哪來 奇怪 這個地方的話 怎麼會有毒 毒很多都是因為人的關係 對不對 生活 工廠 製造 沒工廠 那怎麼會這樣 問題是大家就發現 海鷗 海鳥竟然死掉了 而且還是餓死的 什麼 你看有多慘 結果到底怎麼回事 來畫面上給大家看 這是什麼小屁孩 怎麼做這個事情 你看拿一些塑膠繩 不要這樣子做花樣做造型 很可憐的 這怎麼給他這樣子綁著 你知道嗎 沒有人去綁他 沒人綁 為什麼有這些 他竟然是莫名其妙的 不知道怎麼搞的 就被這些塑膠的垃圾 給纏住了 結果嘴巴張不開 誰給他弄上去 活活的餓死 好 那問題就來了 沒錯 誰給他綁上去的 結果沒想到 好像是自己 不小心纏上去的 好 那問題來了 怎麼會纏上去 你說在北極這個地方 那怎麼來的塑膠 那這個問題就大了 因為我們人的垃圾 隨著海洋飄啊飄啊飄啊飄的 連北極這個地方 連塑膠垃圾 都多到這種程度 你說隨著洋流 漂到北極去了 對 沒有錯 而且其實還不是只有鳥而已 大家可以發現 一大堆動物 都受到這樣的問題 不管是塑膠袋 塑膠繩 塑膠咖啡攪拌棒 塑膠吸管 塑膠叉子 塑膠刀 塑膠一大堆 鳥裡面都是塑膠 竟然都是 因為他們其實會剪一些材質 來幫忙煮草 可是大家知道 他沒有去把他抓來 問題是這種東西的話 他其實那個什麼保暖 一些什麼特殊的 保溫效果也沒有 功能都沒有 所以其實對他來說很麻煩 而且我們還發現 還不是只有這個海鷗而已 還有一大堆的動物 其實也都發生這樣的事情 但是就有人會說 跟我們人有什麼關係 他自己會餓死的 是不是魚變少 可能是魚變少的關係 所以他才會餓到對不對 結果沒有想到 是誰跟你說魚變少的 怎麼說 你看 一嘴魚 魚怎麼又變少 這傢伙厲害 有誰能像牠這樣子 釣這麼多魚在嘴巴裡 怎麼回事 這個也太擔心了吧 但是我們跟大家講 這個不是人弄的 牠就是這麼厲害 還有我們後面上給大家看 太強了吧 其實牠就是我們講海鷹 或講海鸚鵡 結果其實你看 我覺得牠其實看起來滿可愛 你看竟然還飛得動 你還胖嘟嘟的 這真是不可思議 好 結果你看 我們大部分的很多的動物 牠其實如果要去找食物 然後回來給小朋友吃 有一些會吞下去 然後到小朋友面前 慢慢吐出來對不對 他不需要這樣子 他可能覺得這樣有點噁心 所以牠直接就這樣抓了之後 牠的這個會 沒想到竟然有很多細密的 像勾狀的勾狀 你看 一隻一隻魚 可以這樣勾著 所以我抓一隻 另外一隻不會釣出來 對 而且我覺得牠自己 還要忍住 你想想看食物掛在嘴邊 還不能吞下去 所以其實補信其實很偉大 而且大家知道 剛剛有沒有人很厲害 數出來牠嘴巴釣了幾隻 我好像看了都七八隻 牠可以挑 隨便都可以挑十幾隻 而且竟然還有人說 破紀錄了可以挑幾十隻 二歲幾隻 這是有趣 不過我們跟大家講到 北極也不是只有 那種哀傷的畫面死掉的 有一些動物很有趣 可是牠在冰天雪地當中 你有時候幾乎看不到牠在哪裡 除了北極熊之外還有什麼 還有北極狐對不對 有一些小小隻的動物 牠其實看起來非常有趣 但是問題是 大家就很好奇 北極狐畫面上我們看見 你看通體雪白 看起來好舒服有沒有 結果大家想說北極狐 但是牠到底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北極這個地方 怎麼會有狐狸這種東西 你狐狸不帶低尾度 幹嘛帶那食物那麼少的地方 結果立剛才你知道嗎 我們來跟大家講一下 來 我們看到世界地圖 你看 這是北極的位置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北極狐 大概是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見這邊有 Arctic Fox 我們就翻譯就叫北極狐 但是科學家竟然發現 立剛才你知道嗎 牠原本在哪邊 在哪裡 牠原本在另外一極 另外一極 難道是南極 不是 不是南極 沒有 世界還有第三極 我們叫南極極或第三極 竟然是哪邊 青藏高原在這裡 青藏高原 對 在這裡 你意思說從這邊長途跋涉 一直往北極走 很遠 這麼遠 沒事幹 走那麼遠幹嘛 而且怎麼走得到 走不到 再慢慢走就走到了 聽說花500萬年走過去 500萬年走到北極去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結果原來科學家 他們竟然發現 高原不單跑到極地去 對 那怎麼會這樣子 而且這邊青藏高原 三千公尺 這個地方世界屋極 怎麼會這樣子 結果立剛你知道嗎 結果原來是什麼原因 他們竟然在青藏高原 考古的時候發現 大家不要以為 青藏高原三千公尺 而且離地方很遠 大家知道 三千公尺的地方有犀牛 犀牛不是平地在非洲嗎 犀牛在草原上 你都跑到高原去了 那邊也有 所以他們竟然發現 沒想到青藏高原那個地方 在一千萬年前可能是平地 一千萬年 他花了一千萬年 長高了三千公尺 一千萬年長高三千公尺 更有趣的是 在那個過程當中 其實那個時候 很多的物種 其實是到處都有 所以他們就推測 因為他們挖到了化石 他們把他 就命名叫做秋氏湖 而且他們發現 他特殊的牙齒 在經過一些比對 他竟然是北極湖的祖先 這個是北極湖祖先 對 所以其實他才會跟大家講 原來在青藏高原這個地方 有很多的物種 是我們想像不到的 但是在過去 大家都在一起的時候 很多北極的生物 竟然是從遙遠的地方 長途跋涉而來的 天啊 從這三千公尺跑到了極地區 但是極地那邊 會比青藏藏高原好過嗎 看來日子也並不是很好過 可是我們說是 青藏藏高原上面 有許多人居住在那個地方 藏族住在那個地方 你又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他們傳統的屋子的建築 門特別的小 只有一般的門的三分之一 為什麼要門那麼小 你進去不是很麻煩嗎 但是他們有他們的學問 我去西藏旅行的時候 有一次到他們當地的民家 去拜訪 結果我發現 怎麼他們家的門 怎麼特別矮 我進去的時候 他特別矮下去 他的門大概到這邊而已 而且不是只有一戶而已 所以你應該要彎下去才行 彎下去才能進去 那你還很難彎 對 因為他們那邊的房子 奇怪怎麼一樓的房子 大家都是這樣子 尤其是有些的房子 外面看好像正常的樓房 可是一樓的房間房門 一樣很矮 還是很矮 對 就問他們當地老舅說 為什麼你們設計成這樣 而且不是這個地方 包括拉薩 日克者 林志 很多地方家家戶戶都這樣設計 他們說其實這跟他們當地 一個非常可怕的一個傳說有關係 他們要抵禦一個神秘 很可怕的敵人 跟傳說有關 對 他們要抵禦什麼 他們要抵禦弱狼 什麼是弱狼 抵禦弱狼這東西 什麼恐怖的生物 到底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其實 用我們來講的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講的殭屍活死人 活死人 這恐怖 因為他們當地有一個傳說說 就是如果說人死後 因為他們一般都天葬 他們天葬就是要把它拿去 給圖鷹吃 可是在死掉之後 不是馬上就送去給圖鷹天葬了 他們可能要三到七天在家裡面 要送金幫他做很多的儀式 在做儀式當中 如果遇到這個死去的人 他可能是爭前是一個邪惡的人 這個壞人 或者是他是因為既然敲破 心有冤情 他心有不甘的時候 他有可能就會變成 所謂的活死人或喪屍 變喪屍 那多恐怖 對 而且通常會變成喪屍 或變不死的話 就跟那個電影末日站裡面 那樣的場景一樣 對 就跟那個什麼 時速列車末日站一樣 他們這種人 一定要身體都完好無缺 他在變 失變的過程當中 他說一開始 他臉上開始會腫脹 皮膚會發黑 你有沒有看到 就像那電影裡面那樣子 是一個場景 非常非常可怕 皮膚發黑 如果你當時沒有注意到這些徵兆 到後面他毛髮豎起 他還會坐起來之後 他眼睛睜開一開始 他就整個手會舉起來 開始會往前跑 就像那電影畫面當成一樣 一直往前衝了 我往前衝 而且他這種喪屍非常非常可怕 他的四肢往前衝 他的特徵是什麼 他眼睛不會轉 他身體也不會彎腰 他會往前衝 只要你被他抓傷 完蛋了 你被他抓傷之後 難不成就被感染了嗎 你就被感染了 之後你就變成這樣一樣 那也不就像電影一樣 你就變成第二個喪屍出現了 對 所以可是這種 這種弱狼他不能彎腰 所以他把一樓的房門 做得特別特別的矮 就是為了要抵禦這個弱狼 所以你一說你就沒轍了 你就做弱門進不去了 所以這當地的習俗 而且這個當地 還有一個非常可怕的傳說 當年有一次 他們有一個寺廟的住室 結果過世了 過世之後 因為寺廟住室過世 整個僧侶要幫住室做法會 於是全市的人 全部集中在那邊 要幫這個住室送金三天三夜 那三天三夜送金真的很辛苦 結果大家送完之後 所有的人都睡著了 就累倒了 可是有一個小和尚 他當時沒有睡著 他就看到了住室思辨的過程 他一看到住室思辨已經睜開 一坐下來之後 他非常非常害怕 他馬上奪門而出 奪門而出之後 他居然一跑出去 還把廟門整個關起來反鎖 結果完蛋了 那其他的人不是在裡面睡著了 結果一夜之間 整個寺廟裡面的僧侶 全部通通變成弱狼 全部通變成喪屍 非常非常可怕 所幸是因為通通鎖在廟裡面 他們出不來 可是事情鬧太大 整個群部裡面 通通都若朗怎麼辦 後來就有一個就是隱世高人 他看到情況之後 就拿起法器披上夾殺之後 他就進到了佛寺裡面 開了廟門之後 開始做法 開始念咒 開始搖他的法器之後 很奇怪 這些上司全部通通乖乖的跟著他 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他就搖著法器穿上他夾殺 一步一步領著這些上司 就往前走走 走到了一個橋上的時候 他就把夾殺一脫掉 然後大賀一身 然後把夾殺丟到水裡面 結果很奇怪 這些上司一個個噗通 跟著夾殺跳下去 通通跳到河裡 然後被河水全部衝走 衝走之後 他們這個若朗的危機 就算解除了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結果變成什麼 變成了整個西藏他們的心中 因為這個故事家家戶戶 每個人都從小都聽到大 聽到最後他們變成什麼 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就把房子壓矮一點 壓小一點 所以如果未來我們有去西藏 去旅行的時候 你看到家家戶的門 都特別的矮小 不是因為西藏人長得比較矮 而是因為他們害怕 若然的入侵 沒有想到居然有這樣的上司 出現在那個清康障高原上面 可是我們說到怪異的事情的出現 就要講到美國的NBA了 NBA的球場上面 居然出現了少林的武僧 難不成武僧開始要打籃球了 你知道NBA的球員 尤其是一級的球星 他們錢都非常多 所以人身安全很重要 蹲衛的是NBA的閃電俠 大家都知道他兩座冠軍 但是他到大陸 他一定會找一個人 當他的貼身保鏢 這個人叫做世行豐 有沒有看到 他的保鏢群裡面 就這一位特別的帥 頭特別的光 你說這一位 對 看起來有沒有覺得非常 看起來就練家子有沒有 很瘦 但是功夫非常厲害 他創立了中國第一間 就是產武合一的保鏢公司 告訴你說任何大牌的人 來我這邊我都可以保護你的安全 世行豐真的是在少林寺學武 一路學到大 所以說他創立這個保鏢公司之後 他也兼任相關的一個教官 所有的很多人到大陸 都指定一定要他來保護 他的名氣甚至傳到了美國 2013年10月的時候 2013年10月的時候 美國特別一個反恐特訓 找世行豐 去美國來做授課 你知道這個時候 很多高手雲集 大家就覺得說 你以為你少林寺很厲害嗎 一個美國的教官 馬上跳出來說 我功夫也很厲害 美國教官跟他PK了 來 我們來1對1 我們來PK 美國人人高馬大 他的個兒又不怎麼高 那看來他一定輸定了 看起來就很危險對不對 但是世行豐掌握一個字 就是快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所以說直接 開始要動作的時候 迅雷不及掩耳 在那個格鬥教官 這麼快的一個人 還沒有回過神來的情況之下 怎麼樣 直接被撂倒 這麼厲害 就一招直接撂倒他 所以這個教官 直接就倒在地上 然後大家 旁邊的人都還沒有想到之後 你有沒有看到世行豐 你看就戴墨鏡的這一位 對 你看非常的帥 你知道這個是 功夫少林的影片 在他們的訓練基地 也就是北京的昌平拍的 這個基地是訓練什麼的 你知道嗎 平常是訓練新兵的 但是在訓練新兵旁邊 就是訓練這些人 全部都是他手下的保鏢 以及別的保鏢公司 他們的訓練過程 從這個紀錄片上就知道 非常非常的辛苦 比你當兵都還要辛苦 比任何解放軍 你看格鬥訓練對不對 然後整個拳拳倒肉 直接訓練 所以也就是說他們的訓練 是超越特戰部隊的訓練 是比特戰部隊還要辛苦 好幾倍的一種訓練 你看還要背著輪子 這樣來回折反跑 所以不只是功夫 他們連體力 連賴力 連相關的東西 都必須要達到最好的一個目標 他才能夠實行他 禪五合一的境界 真的比武俠小說裡面 都還要厲害 一個現實生活中的一個人物 但是NBA其實 當然除了Dran Wade之外 很多大牌的請的保鏢 都不一樣 都很厲害 都各懷絕技 例如來看這個 Kobe的保鏢 來看對不對 旁邊也很大 然後這是James Harden 這最近今年 在貨艦隊非常厲害 也是目前NBA得分王 他後面跟著這個大胖子 你說這個是他保鏢 對 你知道 這個大胖子 看起來平平無奇有沒有 但你看他們的肚子都那麼大 他們能夠保護人嗎 但你知道像Harden的保鏢 看起來根本是大胖 看起來大胖大一個 但是你知道他的背景嗎 他有四年特工的經驗 這個是四年的特工 四年特工 而且異部異區 你看他眼觀四面 而且看起來雖然平平無奇 看起來肚子也很大 但是你知道嗎 他也隨便都可以撂倒好幾個人 功夫特別高強 對 除了James Harden 這位貼身保鏢之外 他可以堪稱功夫熊貓 另外這一位更厲害 你知道嗎 據說徒手就可以直接一打六 他跟葉問只差三個人而已 他這麼強 對 非常厲害 而且你知道 Kobe給他一天多少錢嗎 多少錢 Kobe給他一天是1萬塊美金 1萬塊美金 他一天就1萬美金 那等於一天 就差不多30萬台幣 對 他賺2千 那很多人的年薪 都還不到30萬 所以真的非常厲害 NBA的球員不但錢多 而且也很重視人身安全 但是我覺得最厲害的 堪稱這一位 這一位是我們NBA的 第一小前方叫Camero Anthony 現在在雷霆隊 那你知道旁邊這些人 來頭都不小 你說旁邊這幾個 看起來就像素人一般 對 你看起來 我跟你講他們來頭都不小 為什麼 因為安東尼以前 是混紐約的這個街頭的 這些人 每一個都是黑道大哥 他的是黑道大哥在保護他 所以誰敢惹他 因為旁邊全部都是黑道大哥 隨便就是一頭拉苦人的上來 所以根本沒有人敢惹安東尼 看來NBA這些球員身邊的 這些保鏢可真是臥虎藏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看著 平常在路上 你還要特別小心 因為不小心 你可能遇上死神 馬路虎虎口 真的要當心當心 為什麼 因為在路上真的 不知道什麼狀況發生 這個車子好可怕 怎麼撞到人行道 人路上只有把人撞飛 真的這樣撞下去 真的這個人可能會死在當場 你看沒有 人看到的車你想閃都閃不掉 真的要閃不掉 明明過著馬路搬馬線上 就有這個恆中車 一衝上來之後連環撞 還把人撞飛掉好幾圈 這個真的送到醫院去 可能都救不回來 還有那個車子就這樣飛過去 之後撞到哪一隻 小朋友 還直接壓過去 真的讓你覺得看得出負見心 怎麼駕駛居然沒看到 這樣的人出現 另外這車子飛過來之後 閃過第一台之後 結果第二台連人連車 全部把它撞飛 真的這個真的要躲都躲不掉 讓你覺得看完這個畫面 心裡會覺得非常非常難過 走在路上或是在路上開車 一定要特別小心 可是有些人走在路上 明明奇怪 怎麼會一路翻下來 而且是長階梯 長階梯這樣翻 他是不是在拍電影 他拍電影 他站起來了 結果 是不是拍電影 又摔下去 怎麼這麼像特技動作 他真的是個意外 因為這樣摔連續翻滾 天啊 這是意外 那多慘 太長階梯 連續翻滾 整個人都站不起來了 他躺在地上之後糟糕 他會不會有腦震盪或什麼 好 趴起來還好沒事 結果就在爬起來一當下 好死不死的 後面一台車又把他撞飛 糟糕 他經過這麼長的階梯這樣滾下來 又被車整個撞飛之後 立刻 他爬起來了 難道他這個頭有練過嗎 他還可以走 不可能吧 對 不可能吧 他從這麼長的階梯這樣滾下來之後 居然還可以被車撞完 還可以慢慢這樣走出去 這個人的身體 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 可是像這樣子的這種 大難不死的非常積極的畫面 像這個江蘇男子也是 這個車好可怕 這車後被他後面一追撞之後 先往右邊插出去 結果再360度回來撞安全島 安全島之後360度一翻 糟糕 這個駕駛可能應該是 凶多吉少 一定會受重傷 結果記者家一過去 一體安排後趕快過去看 紅車的男子 竟然開了車門爬出來之後 毫髮無傷 一點事情都沒有 真的是非常非常幸運 可是江蘇這個女孩子 被這個車子橫鬆直撞到 他失控之後撞到安全島 再拉回來之後 這個女孩子被撞 他為什麼不剎車 還在往前衝 對 可能車子故障 或怎麼樣爆衝 結果被撞下去之後完蛋了 這個女生應該可能 應該要送醫院了 結果後來路人看到他 他非常痛苦之後 慢慢爬起來立剛 他最後只有手指頭受傷 就沒有事情了 真是非常非常幸運 平常在路上行駛的時候 真的要小心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說到現在的極限運動 飛鼠裝速度快 但是你要特別的留意 好多玩飛鼠裝的人 都覺得天空中翱翔 覺得好棒 但是你看 翱翔到一半 會發生什麼事 本來這些人你看 大家飛得好開心 每個都跟科學小飛翔一樣 那就發生什麼事情 你看 怎麼撞在一起 而且一撞他 就直接往底下飛下去 我的天啊 他到底怎麼樣了 可是撞了就不能飛了 我跟你講還好他運氣好 因為底下可能又剛好 有一個氣流這樣過來 結果他只是被往下撞了 好幾百公尺 對 他就在好幾百公尺底下 可能被氣流承接住 但是這個真的 被人家捏拔冷汗 為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動力 他們是在滑翔 你如果不小心滑翔這樣撞一下 真的一個不小心 就真的兩腳開開準備投胎 他們身上是沒有任何降落散的 你知道嗎 在這種好幾百公尺的天空 真的好幾千公尺的天空 在那邊滑翔的狀況之下 這種的狀況實在太恐怖了 這根本就是突發的一個狀況 有沒有 一個不小心真的就